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的彩色花纹层出不穷 黄金就像是废铁一样到处相见 最显眼的部位都被各色宝石所映衬着 而在贫道眼里 那华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重重杀鸡 这辆车最少也被雕刻了 不下2030种不同用途的魔法阵 无论从防御还是从攻击上看 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是坦克了 马车上金色十字星的标记 表明了主人的身份 仙雅 他来和我送别了 贫道暂时压制住对他的思念 细心观察起来 马车周围的护卫 这两百护卫的普遍特征就是 年纪都不小 最里圈的是漂浮在马车左右的16名法师 看他们的飞行术 用得如此熟练就知道 绝对最少是魔导士 再外围的是一百几十名装束奇特的家伙 就和艾莲娜小姐一样 一身的白色麻布衣服裹着 手里一根金铁杖 显然就是狂信者 他们光着脚板在地上跑着 无论马车跑多快都不会落后 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没见他们有谁喘粗气 贫道总感觉他们和少林寺的那些苦行僧 差不多呀 马车的后面就是守护军团的人了 号称守护骑士的一群家伙 他们的特点就是皮厚 不仅身穿中甲 而且还拿着盾牌 另一只手则单手拿剑 我晕哪 怕死也不用这样吧 他们坐下的麻都快被压死了 都不知道可怜这些小动物 和他们没话说 除了扛揍 也没什么特长 自动忽略了 这么一群人奔驰在码头上 自然是引起了轰动 可是多少有点见识的人都明白事情的缘由 少女是来送我的 现在人家鲜雅的身份可不是一般的高贵了 国王见到他都要恭敬行礼 我们国王自然不敢怠慢 带领我们大家下船迎接 马车终于四平八稳的停下以后 门开了 里面先走出两个使者 他们下来以后 先在地上铺好了红毯 又拿出个精致的凳子放在车门口 这才把仙雅从里面搀扶下来 今天的他 头戴金冠身穿礼服 怎么看都是为圣洁天使的化身 虽然奢华无比 可是和以前那个可爱的小姑娘比 贫道在他眼里看到了一丝哀愁 贫道虽然看不惯他大的离谱的架子 可是想到这肯定是叫停的主意 也就释然了 随着仙雅的露面 国王带着我们一起向他行礼 而周围的人更是跪了一地 还好贵族有免贵的权利 不然我得郁闷死啊 你好 尊敬的圣女阁下 国王一脸虔诚的说道 看着国王很不自然的表情 贫道不由一阵好笑 这场景真是够滑稽的 几天前他们还是一个军一个民 现在正好反过来了 民成了神的代言人 作为信徒的国王 反倒成了圣女的仆人 您好 尊敬的国王陛下 仙雅显然也不太适应这种变化 他稍微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笑道 我听说你们要走 所以特意来送送你们 十分感谢您 实在太不敢当了 国王苦笑着 的确是他不敢当 连三大帝国的皇帝陛下 也不过是个书籍主教去送情而已 他凭什么劳动圣女的大价呀 我有些话想和哥哥说 仙雅不再和他纠缠 直接说明来意 可以吗 当然 您请 国王连忙退后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到船舱里说吧 频道知道 他有的话不愿意叫人听到 就提议了 嗯 再好不够了 仙雅高兴的回答着 我和仙雅走进了大船里 我的房间 她的随从 立刻就把周围保护起来 看的动作 实在是专业呀 看来我和叫婷的力量相比 差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得多 怀着这种沮丧的心理 我和仙雅开始了 最后的话别 哥哥 我不想离开你 和往常一样 仙雅又一次扑到我怀里 难过的说着 我也不愿意呀 频道苦笑了 这不是没办法吗 要不 我带你走 别 仙雅道 我可不能连累你 呵呵 频道也只是说说而已 要是我真敢干的话 怕是连船都下不了 就得叫外面那些 如狼似虎的家伙 给毙了 哥哥又在戏弄仙雅 仙雅明白上当了 有点恼怒 好了 是我不对 不过 我还是那句话 三年 三年以后 我一定来接你 频道庄严的保证 嗯 我相信你 频道说完 把头抬起来 手伸到脖子后面 把他一直佩戴在身边的召唤法牌拿出来 递给我 我身上也没什么了 只有把这个给你 你以后想我的时候 就看看他 可是 频道有些犹豫 毕竟是人家母亲留下的遗物啊 我刚想推辞 别说了 仙雅知道我的话 提前阻止 妈妈已经升天了 我现在只想你 求你了 收下他好吗 看着仙雅垂涎欲气的表情 频道还能推辞吗 只好接过来 我一定像保护我的生命一样保护他 仙雅突然扑进我的怀里 痛哭起来 哎 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 要一下子见不到所有的亲人 只能独自在陌生的环境里生存 那是多么的可怕和孤单呢 特别是有过一次经历的仙雅 更是深深的体会过那种痛苦 她到我家 也是直到半年以后 才逐渐开朗的 频道被她哭的心里一阵烦躁 就在我要不顾一切带她走的时候 仙雅突然离开了我的怀抱 擦擦脸 这是我 最后一次流泪 对啊 我们都要坚强起来 没什么大不了的 想想当初我被发配到柏拉兹的时候 不也就我们两个人吗 频道见她明白了 欣慰地说着 嗯 不耽误你的行程了 哥哥保重 仙雅说完 在我嘴上轻轻一碰 转身跑了 小东西长大了 频道哭笑不得地自言自语 你也保重啊 我站在开动的大船甲板上 对依然立在码头的仙牙喊着 随后 频道心中默默发誓 我胡汉三 还是要回来的 经历了这次离别 频道的心境 突然开朗了许多 貌似非常符合佛家顿悟的样子 心性的修为略有寸进 虽然没有实际上提升我的实力 但是对我以后功力提升 对抗心魔极有帮助 一路无语 不过再次来到卡特的我们 却受到了更为热烈的欢迎 原因不明 让频道心中多了一丝警惕的是 号称紫罗兰三姐妹的 艾米丽·夏洛蒂·卡米尔 这几位公主 总是在宴会上刻意接近我 貌似有勾引之嫌 而且似乎还受到了 卡特国王的默许 甚至是指使 因为军事们晕船晕得厉害 我们整整在卡特 休整了十天才上路 而在我们那次送别宴会上 卡特国王终于揭开了谜底 正式向我父亲引会道 我这几位女儿都老大不小了 可就是没人要呢 我看他们对令郎很有好感呢 父亲当时一愣 他那就知道打架的脑子 对政治这种事情实在是不灵通 现在他不知道如何应对 早就了解父亲为人的国王 赶紧站出来解位 号称紫罗兰三姐妹的公主 岂能没人要 我看是上门追求的人太多了 一挑女婿挑花了眼了吧 要是把他们远嫁大汉国 你可怎么对付那些 找上门的各国王子呢 哈哈 卡特国王笑道 好在我有三个 少一个也无所谓 哎 你是无所谓了 国王道 我们可有所谓 不说他们几乎已经是圣女内定的了 就是圣女不要了 我那里也有两个公主 准备叫她选呢 你的公主暴力倾向严重 也太小了 哪有我的女儿漂亮啊 小天 你可不能害了你儿子呀 卡特国王找几道 啊 这个 父亲按照我暗中的嘱咐 孩子太小了 以后再说 说不定哪天 他大小通吃了呢 两个国王都笑了 别做梦了 我们的公主 不可能给你儿子做小 暴汉 这件事情啊 总算是勉强混过去了 我才这么小就有人盯上了 看来出名果然不是件好事啊 然后就是一路开拔 路上依然是那幅凄惨的场景 奴隶们的尸体好像更多了 看得贫道心中一阵阵怒火中烧 心说 总有一天 我亲自领大军把卡特给灭了 在即将回国的最后一战 就是临近大汉和卡特的交界处 我们受到了蛇吻军团的招待 贫道总算是见到了 大陆四大名将里最后一位 冯修斯元帅 这老家伙 身穿一件纯黑的魔法袍 看年纪才三五十岁 打扮得英俊潇洒 活像个温文尔雅的绅士 可是大家都知道 这条毒蛇有多么的恶毒 他特意开宴会招待我们 其主要的目的就是 现在的暗黑戏法师实在是太少了 突然冒出个能够击败剑胜的厉害角色 他自然是有极大的兴趣 以至于在宴会上 他仅仅稍微敷衍了一下国王和我父亲 就把全部的热情用在了克里身上 他的狂妄固然让我恼怒 可是陷于礼节和地方不对 也不好发作 只能是喝闷酒啊 好在他的一个副手特别能扯 而且还很能喝 很快就和满身酒气的父亲 拼起酒来 居然都这样 战场上不能解决的事 一般都会在酒场上分个高下 两个酒桶级的人物 真的喝干了一桶最上等的葡萄酒以后 就一起倒在地上了 裁判宣布 平手 然后叫人把他们搀扶进去 贫道虽然奇怪 为什么抢着搀扶父亲的人 都是卡特的 但是随后 父亲的随从就接过了父亲 我也就没有深究了 经过一系列的攀谈以后 克里以其渊博的学识 彻底征服了冯修斯元帅 他几乎对克里崇拜到了 要拜师的地步 但是克里坚决不要 他对冯修斯意味深长道 暗黑魔法 也是来自对神的信仰 无论是主掌光明的创始神明 还是主掌暗黑的冥王 他们都对弱小的生者 呵护有加 不要在疯狂提升实力的歪路上 走得太远 你会发现 那是条从王毁灭的不归之路 离别他们以后 我向克里问弘修斯的事情 克里道 他是个疯子 不折不扣的疯子 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 他是个天才机的疯子 为什么 频道问着 他的一些想法实在是太精彩了 克里称赞着 可是他的手段也实在是太可怕 您见到面目了吗 觉得如何 虽然很英俊 可是透着一股邪性 看起来虽然很年轻 感觉去一点也不实在 好像是画上去的一样 不错 您说的很对 他的年纪虽然没说 可是我从他的灵魂上可以感觉到 不在一百岁以下 真的 这么大 我还以为 他就七八十呢 他的身体和灵魂不匹配 所以您才没看准 我怀疑 他是强行夺取了这副身体 而且时间在四十多年以前 这具身体的年纪 和您说的倒是很一致 克里道 不错 我的情报上显示 他年轻的时候 是个浪荡的败家子 在赌场上输光了家产以后 突然失踪 再次出现的时候 就专制成了暗黑系的魔学图了 原来是被人夺了身体呀 贫道笑着 这种事不归我管 到时候往教会一捅 那就好玩了 不错 可是我们没证据呀 克里道 凭他现在的地位 即使是教廷 也不能随便 就抓呀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畅想听八录制 写四版创作 精灵博奖的玄幻小说 张三丰 意界游 第一百二十二集 嘿嘿 我自有办法 频道笑了笑 对了 那他为什么变得如此年轻了呢 这就是我说的 他即使是天才 也是个疯子的原因了 克里道 他把自己变成了一种 近似某种魔界生物 吸血鬼的体质 靠吸食血液 来维系他的容貌和生命 并且提升实力 而且我还看得出 他是吸血鬼里最高级的那种 能够附带吸取灵魂的恐怖物种 那教会为什么没发现他呢 频道好奇地问 到了这个地步的他 已经不是普通的主角能看透的了 再说 以他暗黑法师的身份颜示 就是知道他身上的暗黑气息 太过诡异 也没人会深究的 克里道 嘿嘿 好玩 频道对克里说 我猜他的实力已经接近大魔导师了吧 已经是了 而且是最出色的那种 克里道 现在就是我要收拾他 也得废些手脚了 越厉害越好 不然教廷如何有麻烦呢 哼哼 频道音效说着 告别了对克里依依不舍的毒蛇冯修斯 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 我们来到了青龙城 这里可是我们家的老窝儿 整个青龙军团的驻地就在这儿 拱卫着大汉国的各方领土 青龙城完全是一个军事要塞 一山而建 地势险要 属于典型的雄城 除了它以外 光卫城就有十二座 相互呼应 使得这里如同铁桶一般 几百年来经历了无数次战火的洗礼 依然平立着 就是几十年前的那一战 敌人都打到王都了 可是这里依然没有线路 在十万青龙军团将士的拼死敖战下 包住了他 并且牵制了敌人十多万部队 大大减缓了王都压力 我们在这里自然是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在欢迎宴会上 父亲郑重其事地为我介绍了 青龙军团的高级将领 有副元帅龙小枫 是我父亲的堂兄 主管青龙岭的事务 他是个负责守家的人 后勤保障 参谋总长石宁 一个干把的小老头 两眼却精光闪烁 属于智囊型人物 第一师团师团长 卡巴特 是父亲在圣都结石的同学 武力强悍 黄金高级战士 现在投下我们龙家 娶了我的一个姑姑 第二师团师团长 文华 是个冷脸的中年人 实力虽然仅仅是黄金中级 可是指挥战场 很有一手 是我家收留的孤儿 逐渐成长起来的将军 不用说 也娶了我一个远房姐姐 第三师团师团长 石虎 这里年纪最大 黄金高级的战士 盗贼出身 作为第一个 敢抢劫我爷爷的盗贼 他曾经为此名闻大路 在被我爷爷三拳两脚收拾以后 很干脆的跟我爷爷混了 在被我爷爷暗算的时候经受了考验 全身大小四十多处伤口 让他成为了龙家的核心成员 没娶龙家的人 他儿子娶了 第四师团师团长福特曼 是一个和父亲吉祥的壮汉 论实力 在五个军团长里当之无愧的第一 他的家族世代是龙家的家臣 已经追随我们几百年了 第五师团师团长龙格亚 是拥有典型贵族气质的绅士 至少看起来很像 他的实力在军团长里倒数第一 不过他的阴险 绝对是那四个人加起来都比不上的 用兵很有一套 不然也不会以一个弓箭手的身份 成为军团长 他的来历比较神秘 貌似我家某位不良长辈的私生子 他们几个都是整个青龙军团的最高指挥 还有一个特别需要介绍的 就是风行列 他是我父亲儿时安排的 骑士随从一个孤儿 现在是父亲的清兵统领 常年在青龙城训练我父亲的直属清兵部队 也就是青龙军团的骄傲 青龙铁骑 五大师团名义上各有十万人 但是因为是和平时期 实际上军营里仅有不到四万 那些人半年训练 半年回家种地 但是一旦发生战争 我们龙家能够迅速的集结部队 在五十万以上 如果时间充沛 集结上百万人也不是不可能 这就是所谓的全民皆兵 他们对我非常的尊敬 频道看得出 这种尊敬 与我的统帅儿子的身份无关 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我不但提供军团大量的军费 而且军人最重勇武 频道的本事 以及我的狂龙铁骑 都是他们尊敬我的理由 在青龙城修整了几天以后 我们正式上路了 再经过十几天的行程 总算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王都 回到家里 我们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 母亲把我抱在怀里 亲个够 频道心里是又感动又尴尬 把在圣都买的礼物分发下去 再介绍梅儿和克里给他们认识 热闹了一个晚上 听我诉说着在圣都发生的故事 我还特意冒充祖母的名义 给爷爷送了件礼物 一件皮毯子 这可不是普通的货色 是我拿大皇子的坐骑 闪电魔爆的皮请名将做的呢 光滑无比 轻柔舒适 看得爷爷一阵欢喜 不过他一开口 我就郁闷了 东西我很喜欢 我也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你不要冒充 你祖母的名义了 爷爷苦笑着 我们两个人的脾气都一样 打死我也绝对不可能 首先低头认错 他又怎么可能 主动送我东西呢 姜还是老的辣呀 晚上打发了闲杂人等 一家人的头头在爷爷那儿聚会了 小五 这个克里和梅尔都靠得住吗 爷爷一下子就问到了点子上 绝对靠得住 克里师徒是我百分之百把握靠得住的 他是个搞研究的狂人 我答应给他提供最好的实验地点材料 他才同意追随我的 为什么他会找你 别人不行吗 爷爷还是不放心 别人有我这么开明吗 我自信道 只要他肯加入某个国家 肯定就得光为别人服务 不像我 根本不管他研究什么 而且我和他还约定来去自由 嗯 那你养他干嘛 母亲问道 他这不是白花钱不办事吗 至少他会在我们出现困难的时候出手收拾了马赫 我笑道 他如果不想我这棵树倒的话 自然会帮我做点什么 好吧 他的事情就这样了 爷爷道 不过你最好把他领到你的领地去 这样也省得别人说闲话 嗯 好的 平岛心说 正好顺便把梅儿也送去 既能利用他的才华 也能摆脱我的噩梦 还有就是 爷爷犹豫了一下 我想知道你怎么就赶砸了教皇宫呢 这有什么 平岛不屑地说 谁叫他们无故打仙雅的 不是这样的 你把打人的人宰了也就算了 怎么还和教皇过不去呀 爷爷说道 以后记住 千万别得罪他 他可是个狡猾的老狐狸 我和他打过交道 明白得很呢 是 爷爷 我以后不招惹他们了 平岛无奈地说着 还有 就是钱的问题 母亲说道 别 我又不欠您的 我不服气了 可别打我的主意了 我领地里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少废话 妈妈最近碰到麻烦了 母亲说道 好像有人在故意和我作对 怎么回事 频道好奇地问 我们龙驾商会 在外地受到了别人的联合打压 我怀疑有人在背后串联 母亲说道 商场上就是这样 不进则退 我好不容易打开的商路 怎么可能轻易让出来 现在我们已经开战了 都在赔钱买货 就看谁先撑不住 真是麻烦 我叫人灭了他们不就完了吗 频道一脸不耐烦 杀奸商 频道可从来不愧疚 谁叫老子当年要饭的时候 没少受他们的气呢 这些只认钱的混蛋 我看着就来气 虽然频道自己貌似也是商人 绝对不行 母亲说道 我们要是这样的话 就要生育尽失 谁还敢和我们做生意呀 我保证不叫他们知道 是怎么死的 频道得意地说 我那里可是有堕落精灵 他们暗杀起人来 那是绝对的专业 保证看起来就是自然死亡 少废话 这个时候死人 谁都知道和我们有关 母亲说道 别把人家都当成白痴 那您要如何 频道无奈地问 我知道你的底子 我就要一亿 母亲狮子大开口 你还是要了我的命吧 频道心痛地说 钱我不在乎 可是军队我在乎啊 我以后建军可全靠他了 我算借用了 母亲道 击败他们以后 可是有很大利益的哦 是在哪个国家 频道问 当然是卡特了 哦 频道心动了 笑眯眯地说 附带一个条件我就借 什么条件 卡特的军事地理祥图 还有就是 你要帮我安插一些人手进去 频道心说 只要是成了 这些钱送给您都行啊 嗯 母亲奇怪地问 你要这干什么 乖孙子 你不是要找 卡特的麻烦吧 爷爷问 瓦娜眼看就要打卡西亚了 我们再不找个 好欺负的收拾 就是要吃大亏了 他们打了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你至于这么紧张吗 母亲问 这次不一样 我解释说 不仅是受人部队的参与 让磐石军团吃不消 那个七公主 也是个厉害过了头的人物 我都接连吃了她 好几个亏了 磐石军团 怕是要栽到她手里了 嗯 这样啊 那就先按我孙子说的办 反正她的要求也不多 就是多费点事儿而已嘛 爷爷说道 至少游备无患呢 好吧 母亲答应道 我保证 把卡特国内所有的秘密 都给你送来 那个国家真的不咋地 要不是冯修斯实在是厉害 我都想主动要求你父亲 收拾他呢 小五 你的狂龙师团貌似 现在还不到一万人的编制吧 爷爷奇怪地问 你难道也没有钱满编 当然是啊 频道忽然奇怪地问 难道除了我 还有谁没满编吗 哼 当然是尼古拉斯的蓝色闪电军团了 母亲说道 他现在才七平八凑的凑了十万人 还是我给他的钱和马 真是白给了 气死我了 他可是你儿子的家臣呢 你不负责养活 谁负责 爷爷笑呵呵的 最后对我说 不过 要说小五你没钱 可是打死我也不信 除非 你打算把你的师团十万人 都罩着你的狂龙铁技一样的装备 是啊 我就是这么想的 频道奇怪地问 这很难理解吗 天呐 一千金币武装一个人 十万人就要一亿呀 母亲瞪着通红的眼 你疯了吗 哦 你的确是有点过分啊 爷爷也被惊呆了 缓缓道 这可是国家一年的说服 你花这么多钱 才武装这么点人 是不是太亏了 简直就是败夹子 父亲恼火地骂道 我一个军团五十万人 二十年的军饷啊 他就一下子全花掉了 真是白痴 我的上限仅仅有十万呢 频道委屈地说 要不您叫国王封我个军团长 和您一样 那我不就能多武装点人了吗 你做梦 父亲骂道 你小子从小就心怀不轨 国王迫于压力 给你个十团长就够他为难了 你还想当军团长 再加上你手里的财力 你是不是想直接独立出去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畅想听搭录制 写字版创作 精灵播讲的玄幻小说 张三丰 一介由 第123集 我现在独立 他有志吗 频道问着 没有 父亲郁闷地说 就凭你现在的后台 连教廷都不敢得罪 国王敢说什么 那就是了 我只是想建立一支属于自己最强的军队罢了 频道憧憬着 我的这十万雄兵 至少能正面抗衡七红主的三十万兽人部队 至少能够正面轻易击溃任何一支大陆上的军团 包括青龙军团和猪雀军团 你建立起来有用吗 爷爷问 你想打谁 总不会是摆着看吧 我现在是未雨绸缪 您知道 大陆现在的形势就有点不妙 大陆上各国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 教廷的影响力也在逐渐的降低 一旦他们压制不住三大帝国的野心 我们很快就可能卷入一场大战里 当然 这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 可是我训练军队也需要时间不是吗 等到真正开战的时候 再练兵的话 那可就晚了 频道其实是危言耸听 至少教会目前的影响还是极其稳固的 毕竟圣光五大军团的实力摆在那呢 不过 我要是不说得严重一点 家族里的老顽固们 怕是绝对不会支持我冰墙的主张 你打算怎么做 爷爷经过很长时间的沉默问我 狂龙骑士数目有限 你靠什么兵种组建十万人的师团 去对抗三十万的兽人呢 矮人组长经过与我多年的合作 答应支持我重组怒炎矮人重装步兵 频道自傲说着 天哪 你竟然说动了那个老顽固 母亲惊讶地说 怒炎矮人重装步兵是神魔大战的时候 矮人一族的最强兵种 他们清一色的重甲配战锤 有矮人大师自己打造的铠甲 都是属于那种最顶级的货色 物理魔法防御都高得离谱 他们的战锤重量都过百斤 他们首领身上还带着锤类武器中最强的武器 雷神之怒 传说这东西的每次打击 都能够放出连环闪电来 绝对是群战无敌呀 矮人都是天生神力 常年打造是他们掌握了一种特殊的斗器技巧 怒言斗器 这种火属性的斗器 不仅在打造的时候对他们极有帮助 就是战斗的时候也极厉害 全身披挂整齐的他们 是唯一一个敢于正面冲击重骑兵的兵种 当年在和魔族的战斗中威风八面 他们最辉煌的战绩 就是和魔族在海拉山口一战 当时为了争夺这个战略要地 两万怒言矮人重装步兵同一万魔族的恐怖骑士 在此基战两天两夜 最后 魔族里这个完全是黄金下级战士组成的师团 永久的取消了编制 全军覆没 而怒言矮人重装步兵的两万精锐 仅仅剩下了两位数的战士 包括组长在内的诸多精英尽数战死 连神器雷神之怒都失落了 从此矮人族元气大伤 怒言矮人重装步兵几乎算是彻底消失了 由于他们激奋了神族的见死不救 矮人族一怒之下 宣布退出了联盟 流落到了精灵之森附近 他们的长老一致立下决定 除非找回失落的神器雷神之怒 否则怒言矮人重装步兵永不重建 雷神之怒被你找到了 爷爷则满脸不可思议的问我 嘿嘿 贫道尖笑着 当初我击杀恶龙来斯的时候 曾经和克里斯蒂娜约定 龙族长老团的奖励归我 到手以后才发现 竟然是雷神之怒 为此克里斯蒂娜都快疯了 当初应该是条爱好财宝的龙 路过战场的时候顺手把他给牵走了 你命真好啊 爷爷叹息着 还有其他的兵种吗 也一起让我知道吧 可别叫我再受刺激了 还有一人族答应支援一万战士 哈哈 我是大陆上唯一一个有空军的人了 贫道忘形的说着 你可不是 爷爷泼冷水 你祖母手里有一支秘密不对 银飞马骑士 号称乏势可兴 人数也在十万左右 你就别得意了 云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贫道好奇地问 嘿嘿嘿 爷爷狡猾一笑 秘密 这是秘密 我可不敢说 不然你奶奶飞过来灭我的口不渴 你还是接着说吧 贫道虽然不满 可是还告诉了他们 我还有一支杀人部队 制造防御攻势的时候 一个顶三 特别是挖地道的本事 嘿嘿 那就不说了 还有地精 地精 母亲打断了我 他们能打仗 他们的胆子 可是比老鼠还小呢 可是 他们善于制造工程器械 想改进弩箭的设计 制造和维修 作为辅助兵种 他们还是非常有用的 贫道解释着 他们虽然只有五百人 可是却能提升我 至少两成的总体战斗力 嗯 很好 爷爷说道 思虑得很完备呀 还有吗 还有暗夜精灵 也就是俗称的堕落精灵 天生的侦察兵 抓舌头暗杀将领 那都是一流的 再有就是 嘿嘿 贫道得意的说 我在精灵之森的深处 发现了一个独眼巨人部落 有将近一百人呢 独眼巨人 这次他们都动容了 独眼巨人号称 移动的超级投石车 他们曾经被划为魔兽 等级是八级中卫 后来发现 他们除了巨大以外 其他行为和人类几乎一致 也有自己的语言和社会形式 这才被归为了亚人种族 他们身高在七米以上 天生的土气控制者 近身战法 依靠巨大木棒 远战则是恐怖的巨石投掷 他们能把两三百斤重的石头 扔出五百米以外 而且是自己靠魔力凝结的石头 频率几乎达到每五秒一发 简直就是个移动炮台啊 以前他们就曾经被用在战争里 那是威力无穷啊 还有吗 都说出来 爷爷激动的说 几天不见 我发现你这臭小子 有多了好些秘密呢 没了 再有就是些杂七杂八的普通种族 像半人马呀 蛇人等等了 频道自然会留一手 所以就开始推脱 放屁 不料这次引起了父亲的强烈不满 他愤怒的说道 半人马还是普通兵种 你当我白痴啊 他很厉害吗 频道心虚的说 不就是建设的远一点吗 命中率却低的可怜 其实我当然知道他们的厉害 这些半人马的射程不是普通的远 抛射三百米啊 是人族普通弓箭手的两倍 而且他们的四条腿跑得是快如风 就是人族里的轻骑兵也只有吃灰尘的份 绝对追不上 而射程远往往就意味着威力大 如果是差劲点的中甲 都可能被他们射穿 就是射不死人 射死中骑兵的马还是很轻松的 他们以前被叫做中甲骑兵的噩梦 只是后来被人族大量绞杀 现在都躲进了精灵之森 等闲人是见不到他们了 人们还以为他们都绝技了呢 你少给我废话 你会不知道中甲骑兵噩梦的存在 父亲恼怒了 分我一半 不然我可活了 我才好不容易收集几百人 他们不成建制的话 拿去是没有用的 我只好说实话了 爷爷和父亲以及母亲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 然后爷爷严肃的说 我们可以全力支持你组建新的师团 可是你要向我保证一件事 什么事啊 贫道高兴的问 无论什么时候 也不能把武器直向大汉国 爷爷声色俱力的说 永远不许背叛大汉 否则 无论你有多大的后台 无论你身在天涯海角 龙家即使亲近最后一人 也要发誓 将你诛杀 放心吧 爷爷 我对国王的宝座不感兴趣 贫道严肃的解释 我以神明的名义发誓 永不背叛大汉国 神明还真够不值钱的 又被贫道利用了一回 虽然我的确不打算 搞个王位做作 可要是国王不识抬举 把主意打到我身上 我也不能坐以待毙 是不是啊 嗯 很好 爷爷脸色转缓 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以后的事情 你可以找你父亲 母亲具体商议 他们会全力支持你的 好了 你也累了一天了 明天还要回灵地呢 就先下去休息吧 爷爷下了住客令 我只好告辞了 父母还留下 肯定是还要继续商量什么 不过对这个结果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我之所以刻意低调求援 一是安他们的心 让他们有一种 一切还在掌握之中的感觉 不会刻意地提防我 我是非常珍视 我们之间亲情的 不到万不得已 我真的不愿意和他们翻脸 再一个原因就是 我实在是很需要家族的支援 尤其是大量精通战阵的军官 我手上的人虽然厉害 可是没有经过战争的洗礼 他们还只能算是新兵蛋子 而且军事理论上 他们完全是空白 需要干脸的人出来填补 我本身就不算是正规军人 而且也没有时间和精力 这都需要家族的支援才行 我的设想就是 兵种是最强大的一族 装备靠我的彩力 打造最精良的 训练和组织以及指挥 都由专业的军人来完成 再在一个合适的机会 到战场上磨练一番 这样就有了一支真正的强军 待到我成人以后 他们将是我达天下的基础 我将会在这片大陆上 有一定的势力 以对抗必然会成为 贫道对手的神祖 因为贫道和雅典娜 是必然要在一起的 谁也不能阻挡 而神祖看样子 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那么我们就用铁和血 来说话吧 贫道走后 爷爷的书房里一阵寂静 最后还是母亲打破了瓶颈 父亲 你准备真的全力支持他吗 母亲犹豫道 他有了钱有了人 再有了我们的正规军训练 怕是以后真的治不了他了 你担心什么 爷爷问 怕他造我的反 不 他不会的 母亲道 我担心他惹事啊 这个无法无天的混账东西 您知道吗 当听说他砸了教皇宫的时候 我差点没吓死 谁知道他以后 有了更大的权力 会干出点什么来 就是说他敢和神明拍战 我也一点不奇怪 再说了 他还这么小 我怕家里人不服啊 只要他不背叛大汉 就是头破了天 也有龙族和精灵们袒护 我们不必担心 爷爷笑道 至于你说的不服的声音 那就更不可能有了 我治家也好 治君也罢 完全看的是一个人的忠诚和能力 就像你吧 你是我的儿媳妇 忠心方面自然不必说了 至于能力 从你一下子把龙家 从一个几乎穷得快破落的家族 一下弄到今天这个局面 就可见一般 所以我让你在家里的地位 游在啸天之上 爷不是没有任何人不服吗 啸天 你说呢 是是 我服还不行吗 父亲无奈地苦笑着 可是 他这样大张旗鼓地扩军 国王会有什么反应啊 母亲随后担心地问 嗨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 谁叫国王也实在太糊涂了 你们难道没有觉察到战争的临近吗 即使小五没提 我也早有打算叫他治君了 不然刚才我不会主动提出来的 哦 您是说最近盐铁梁等等这些军事物资 大幅反常提价的事 精明的母亲立刻反应过来 嗯 还是你聪明 爷爷称赞道 我派牢刀深入调查的结果是 瓦娜在大肆地收购 而时间算起来 几乎就是在他们即将离开圣都的那几天 显然 那个七公主身在圣都时 就已经下了作战的命令 可是咱们的国家不仅没有限制 反而加大了出口量 只是大大涨价了事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畅想听搭录制 写字版创作 精灵播讲的玄幻小说 张三丰 意界游 第124集 那您说 七公主她有把握吗 毕竟磐石军团可不是吃素的 瓦娜几十年的猛攻 都没有攻破过兴若保药赛呀 母亲问道 瓦石军团 瓦石军团以前之所以能守住 有这么个先决条件 爷爷分析着 第一 大陆名将上排名第二的巴拉顿元帅 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有他在 至少能顶十万大军 可是这次他的对手是七公主 从这小姑娘的战绩 以及咱家小五对他的顾忌来看 他的精明怕是不在巴拉顿之下 甚至是更胜一筹 所以在将领上面 两边至少是扯平了 嗯 母亲会议的点点头 第二 以前瓦娜穷 他们虽然人多 可是由于工程的器械不多 最主要的是 他们的粮食不多 无法负担这么多军队使用啊 这也就决定了 他们必须速战速决 可这是工程战呢 哪里是能够速战的呢 所以以前的瓦娜王国老是吃亏 甚至连尼古拉斯也毫无办法 但是今次不同了 七公主利用这次圣都知会的机会 大肆捞了一笔军费 虽然没有小五舵 可是足够支持他打一场 耗日持久的攻坚战了 说到这里 爷爷深深的陷入了顾虑中 我的老朋友巴拉顿 危险啊 那就是说 他很难打赢了吗 母亲说道 不错 别忘了七公主手中的三十万兽人 爷爷苦笑 有了正规的训练和完善的装备 这些兽人族顶得上百万大军呢 磐石军团一完 卡西亚就危险了 卡西亚完了 大喊边疆 怕是永无安宁了 母亲道 我明白了父亲大人 我会毒素小五 好好练出一只精锐的 频道没有得知这次谈话的内容 但是从母亲送别我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热情 还是让我感觉到了点什么 父亲大方的下达了一只调令 青龙军团里现役的老兵将会退伍 补充到我的营地做教官 数目在一百人以上 让我大大惊喜了一把 母亲虽然还是拿走了我 一亿元的巨款 但是他向我保证 以后我要人有人要物有物 而且他还保证 尽可能把卡特国的内情 都给我搞到手 我则大方的说 保证训练出一只 前所未有的精锐军团 给你们看看 还有 等我回来 父亲的身体也就差不多好了 我会帮您收服 那只铁甲兽的 去 父亲不懈倒 我还用你帮 只要等我好了 看不把他打得 见我就像龙一样的老师 您就吹吧 我也不敢再激他 怕他一怒之下 现在就找铁甲兽决斗去 那可就死定了 在热烈的气氛中 我告别了家人 踏上了回领地之路 这次我的排长更猛了 仅仅护送的青龙铁迹 就有三千 他们将帮我组建新军 等教官们都就位以后再归队 算是临时教育 狂龙铁迹两千 一百名祖母给我的 圣光骑士团的黄金级战士 他们现在的身份 是我的家将 一位红衣大主教 地位和石原忠雄一样 他和他的百十名弟子 就是教廷派给我的主教 哼 这么多 才见到的时候 老子当时就懵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处置呢 总不能全都干掉吧 这也没法和教廷交代呀 难道说让他们集体自杀 还有主教他们带的工匠 靠 这都自卑 一去就是四五百人呢 打算吃死我呀 频道好学没叫他们给气死 最后就是教皇给我的两个厨师 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 他们分明是在我身边安插的暗庄啊 哪天我不合教廷的意 只要他们把特殊的佐料往我碗里一放 日了 我不是给自己找麻烦来了 嘴馋真是害死人呐 好在 我也不是没有带心服出来 克里自然不必说 老奸俱华的一个家伙 肯定以后能帮我大忙 他现在的主要工作 是顾问奸教员 我打算叫他把掌握的知识全部拿出来 知道我领地里兵工厂的生产 还有 别忘了 他可是曾经的圣光魔岛军团的军团长啊 对于魔法在战争里的应用那是熟悉无比 我以后要是建立魔岛军团 势必需要一大批这种人才 说不定 只好麻烦他把心得都给我写出来做教材呢 如果要收几个像样的徒弟 那才正好了 至于梅尔 贫道打算让他主管我的狂龙师团 毕竟人家以前就是十万人的指挥呀 而且貌似还是那种极其出色的那种 有人才不用实在是浪费 贫道可从来不干这种抱殲天物的事 还能摆脱他的纠缠 实在是一举两得 就在贫道往领地里赶的时候 酝酿已久的瓦娜与卡西亚之间的战争 终于爆发了 首先 七公主马不停皮的先国王一步回国以后 立即拿出国王的亲笔手令 接管了瓦娜王国军队的总指挥机关 军部 并立即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 迅速集结散落全国各处的军队 他的这次大举入侵 是以巴拉顿元帅在圣都大经济场上 极度不给瓦娜面子为借口 所以他还给卡西亚国王发出了外交召会 声称如果卡西亚能够撤掉巴拉顿元帅 并赔礼道歉 可以免去战争之祸 这是个很白痴的借口和条件 可以说哪怕有点智商的人 都不会相信七公主的鬼话 但是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 白痴到了极点 比如卡西亚的国王陛下 他是个毫无主见的废物 这么明显的事情 他还要询问群臣 他手下的臣子 都是些只知道争权夺利的笨蛋 早就看着那个为人处事 也像石头一样的元帅不顺眼了 再加上七公主送上的海量巨额礼物 于是 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小人的串联下 群臣一致认为 巴拉顿元帅应该为这次的外交危机负责 他们恳请国王陛下撤换巴拉顿元帅 至少也要把他掉离兴若宝 多么可笑啊 人家全国总动员令都下达了 他们还天真的认为是外交危机呢 频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几乎要气死了 这个时候我就是用脚丫子想也都明白 这里面肯定有七公主布下的棋子在起作用 这个计划规划的时间 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长 我首先就想到了尼古拉斯 这老混蛋肯定知道 甚至可能就是他策划的 他竟然没告诉我 频道虽然郁闷 可还有比我更郁闷的呢 那就是巴拉顿元帅 他为卡西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甚至在最后那次为国决斗的时候 还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可是他换来的却是一直掉链 据闻老元帅得到消息以后 直接吐血昏倒了 从此一病不起 再也无法掉离了 七公主却以巴拉顿元帅 没动地方为由集结部队 于是卡西亚国王派出了禁卫军 以养病为由把巴拉顿元帅 强行装车带出了兴卧宝 要不是巴拉顿元帅在床上 强行制止了布下 几乎当时就要引起兵变来了 善而可笑的是 七公主的行动不但没有减缓 散而加速了 在还没有完全集结完毕的时候 就悍然提前发动了攻势 贫道心说 人家七公主之所以要准备充分 就是为了巴拉顿元帅 现在没有了老元帅挡路 他还需要准备的那么充分吗 卡西亚简直就是自掘坟墓 真是可笑 到了这个时候 卡西亚国王就是个白痴 也知道上当了 再想让巴拉顿元帅回来也来不及了 至少要晚上十天以上 而接替巴拉顿元帅指挥的王都贵族 在得到大军压境的消息以后 直接扔下部队跑路了 十天没有指挥官的战斗会是什么样 谁都知道有多惨 七公主这次集结了超过250万的军队 仅仅仅行军时的横面就拉长到了十多里 当真是如同蝗虫过境一般 以风卷残云之势 在十天时间里迅速拔掉了兴若宝外围 十七座未成里的十一座 完全包围了四座 其余营垒制高点的少卡等等 全部几乎拿下 自身负伤还不到二十万 要知道即使以尼古拉斯之猛 也不过是在付出了五十万的伤亡 贷下以后又耗费了一个月 才拿下了九座未成 等到巴拉顿元帅拖着病体 回到兴若宝的时候 他已经能在城墙上 见到七公主的战旗了 好在巴拉顿元帅回来的时候 也带来了卡西亚的援军 卡西亚国王这次总算是 把军权彻底交出来 巴拉顿元帅 这才得以将卡西亚国内 几乎可以调动的部队五十万人 全部调来支援了 随后的日子里 双方在兴若宝附近 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厮杀 对我来说 勉强还算是好消息 至少在贫道回到领地的时候 还是没有得到巴拉顿元帅 冰白身死的消息 不过退一万步说 即使这次巴拉顿元帅勉强赢了 他的身体也彻底完了 据说他现在都是趴在床上指挥战斗的 而七公主也不愧是个超级滑头的丫头 他现在是一副玩命的架势 完全不顾伤亡的昼夜猛攻 一口气也不给巴拉顿喘 竟要是活活累死他的样子 贫道现在对他们之间的战事 是一点也不抱幻想了 巴拉顿元帅的败王仅仅是时间问题 在七公主稳扎稳打的消耗战面前 就是神仙也没办法 就看谁的兵多将寡 所以我都开始盘算以后的事了 说什么也得好好拉一下七公主的后腿 至少给他制造一次天大的麻烦 我才能解气 办法得慢慢想 我现在虽然还没理出头绪 可是也不能干等着 贫道暗中派遣了大批走私者 通过偏僻至极的秘密通报 往卡西亚输送了大批军事物资 几乎都是半价就卖了 可不我亏死了 在领地安顿下来以后 首先就任命了梅尔 作为我的传令官和秘书 负责替我发布整军的各项命令 我主要是怕下面的人不服气 所以才没有一上来给他高位 梅尔对我的任命非常满意 我这才惊讶地发现 这丫头简直和七公主一样啊 有作战狂人的潜质 他几乎是立刻就开始行使职权了 几天几夜都没休息 就是为了了解领地里各一族的情况 并且给我列出了一个整军计划 贫道看了以后是赞不绝口啊 真不愧是专业人士 比我这业余选手就是厉害 他从兵种数量到如何训练都详细的列出了计划 甚至连采办的军需都大体写明了 高兴之余 贫道正式决定 偷懒 把他介绍给王先生 叫他在财务上完全配合梅尔 同时和青龙军团的军官们打好招呼 告诉他们以后归梅尔指挥了 几个家伙不服气 被梅尔用暗黑魔法招狠狠地招待了几下 立刻就老实了 至于对一族的征兵工作 我都和组长们说好了 由组长们挑选后自己派来 他只要待在军营里等人就行 把建军的事全交给他 我又开始忙活教会的事了 这些家伙老这么凉着也不是回事啊 好在我领地里人族也不少 有二十来万呢 他们多数是信教徒 建个教堂也无所谓 反正一族们是不会信教的 就是怕这个主教不是抬举 到处找我麻烦 今天叫我这样 明天叫我那样 像石原大主教折腾国王一样折腾我 那可就坏了 所以我今天打算召见他一下 看看他是个什么鸟 听话的好鸟就留下 石原那样的刺头鸟 拔光了他的毛 在会合厅里 我又和这个名叫斯提姆的家伙见面了 他大约六十岁 一副默契沉沉的样子 可是我看得出 他能被教皇派到我这 绝对是精明的家伙 而且还是教皇的心腹呢 尊敬的斯提姆大主教 首先我很抱歉 直到现在才有时间见您 我先打了个招呼 试一下他的反应 嗯 没关系 阁下 我知道您就在领地 的确是有些紧要的事情要忙 而且您不是派人招待我们了吗 您的招待非常热情 我们都很感激呀 斯提姆笑着 还行 看样子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傲慢 要是他敢因为我量他几天 就和老子叫板 我非干掉他不可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畅想听搭录制 写字版创作 精灵博奖的玄幻小说 张三丰 一介油 第一百二十五集 要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 任谁头上忽然多出个爹来 也不舒服不是啊 啊 您太客气了 招待您是应该的 我客气几句以后 直接说正题 我这次主要是想和您商谈 有关尖教堂的事 这几天想必您和您的随从 把我这周围的情况都探查清楚了吧 嗯 的确是多少了解了一些 斯提姆道 那您选好建立教堂的地址了吗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现在成立好的地方都站满了 他要是想见 就只能到郊外 或者强行开签一批房子 后者是我不愿意见到的 那样极可能会激起我和一族之间的矛盾 嗯 大人 您的意思呢 斯提姆这老滑头把皮球踢回来了 在选址这种事上 我没经验呢 我推托道 还是您这权威来拿主意吧 嗯 好吧 斯提姆很无奈 呃 我们看中了两处地方 一处在郊外 一处在城里 大人您看哪个更合适呢 我想请您拿个主意 嗯 还是您说吧 这个老滑头 想叫老子主动帮你拆迁呢 门都没有 嗯 呃 城里显然更容易向世人传播光明神的教育 我看还是城里比较好吧 斯提姆总算是说出来了 屁话 是个人就不愿意住郊外 可是现在城里几乎是寸土寸金呢 光要给他腾出建大教堂的地方 就至少花费几十万金币拆迁 而且人家一族的商人还不一定答应 谁愿意把圣诞的鸡给杀了呀 这个貌似有点小问题 我推托着 我当时和他们这些买地的商贩签订了契约 那可是在光明神的见证下 上面规定 我不得强行收回土地 嘿嘿 看你这神棍敢拿光明神的誓言咋的 斯提姆见我把光明神的名义都搬出来了 哪里还有什么办法呀 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择了郊区的一块风水宝地 哼 这混账 足足要去了一座小山 上下足有几千亩 靠 他是想盖教堂 还是想把圣山搬来 我还是太低估了教会的野心 我敢说 刚才他说的话完全是屁话 他原本就打算在郊外该做巨大无比的教堂 却偏偏和老子说 想在城里见 等我否定他的提议以后 再拿出选好的地址 我在否定他第一个提议以后 多少有点愧疚之心的情况下 一下子就叫他占了这么个天大的便宜呀 教皇果然是老狐狸 派出来的也个个是狐狸 老子一时不妨又上了他的当 尽管斯提姆表现的有点不太满意 可是我却清楚的知道 他心里快要乐疯了 你呀等着 敢耍老子 等我回头抽出手来 我非把你辛苦建好的教堂 变成我的道观不可 送走了得意洋洋的斯提姆大主教 我恼怒的心情也冷了下来 现在我的事情太多了 先忙自己的事吧 他的账以后慢慢算 想到这儿 我赶紧召集部署们开会 在会议上 我首先任命梅尔为狂龙师团参谋长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大家对他的能力多少有一点认知了 就算有些略有怀疑的将领 也在梅尔表露的强大实力面前屈服了 这小姑娘具体有多大本事 我都不太清楚 连克里都摸不到底 反正至少也是大魔导师级的怪物 毕竟也是大地之雄以及克里两个家伙 几乎全部魔力才孵化的超级宠物蛋 随后我又交代王先生 要把迎来的这一大笔 全部用在新军团的建设上 至于教堂的建设嘛 就先放在第三位 排在克里的研究项目之后 还有就是务必注意卡西亚的动向 可别再给我出岔子了 各大一族首领们 我就没什么特别交代了 无非就是把最精锐的人都给我送过来 我这儿的薪水高啊 还有克里 我叫他暂时先放一放研究丹药的事 把全部精力用在新军团的装备改良上 还有一些特异种族 一些失传的法术 我也叫克里想办法给我弄出来 想必这段时间可够他忙活的了 最后我特意嘱咐梅尔 别怕花钱也别怕人员超标 只要你认为必要做的 就给我大胆的决定 这把梅尔给乐得对我说道 在你手下干活真痛快 你可比我父皇开明多了 都交代完以后 我赶紧奔赴精灵之都 找外婆求见元素精灵女皇 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 总算来到了这个地方 对我的到来 外婆和小姨都很惊奇呢 在王宫会议室里 我和外婆落座以后 外婆就问 有什么事儿吗 怎么来得这么急呀 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急 我有急事要见女皇 我表明了来意 哦 出什么事了吗 难道是威娜公主 外婆脸色发白 不是她 她可好极了 我笑道 是因为我偶尔得到了一件东西 想请女皇陛下看看 说着 我就把生命之术的种子 拿给外婆看 连威娜也飞了出来 自从我的领地里 发现了魔精矿以后 大量的魔精石 都进了她的肚子 想到她的实力 就是我的实力 我也顾不上心疼了 豆浅最好的给她吃 而且管够 所以她这些年 大部分时间 都在我体内的石海当中修炼 平时试不出来的 大概今天是心血来潮吧 诶 这是什么 这好玩 能吃吗 威娜把种子抢过来了 天哪 这可不是吃的 外婆赶紧抢到手 平时她可是对这位 精灵公主尊敬得很 今天为了生命之术的种子 不被吃掉 也只好失礼了 她兴奋地说道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 生命之术的种子吗 是啊 您见过 没有 我仅仅是听说过她的大名 传说这东西 早被人类磨成粉吃光了 你在哪儿得到的呀 外婆问 早知道有她在 我们也不用费尽心机的去找什么魔法神的祝福了 我也是在偶然的机会得到的 这不才来这儿赶快找你们了 我突然说 对了 您刚才说吃掉它 这东西能吃吗 给我吃 我要吃 维娜叫喊着 哎 外婆塌了口气 这可不能给你吃 维娜公主 为什么 维娜道 这东西 这东西给人族吃了 可以增加几十年的寿命 所以人族的帝王们 乏了风丝的寻找它 以至于我们一度都认为 它彻底消失了 可是如果您吃了的话 效果也不过比最好的魔精石强一点 可是如果给女皇陛下送去 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呀 哦 它果然能让这颗种子发芽吗 我高兴的说 当然 不仅能发芽 而且还能迅速长成残亭大树 代替原有的魔法神的祝福 外婆说道 她的效力 可是比那根魔法杖强的太多了 那我们赶紧去呀 我有些迫不及待 好好 我叫小卡卡 知道我的厉害 维娜也高兴的说着 所谓小卡卡 就是指和她一起出事的姐妹 叫卡纳 两个人一点没有亲姐妹的亲热劲 一个活泼导弹 一个沉静典雅 简直就是水火不容 以前就听维娜说 他们之间的战火 是大海也吸不掉的 可能大概是因为卡纳比较沉的缘故吧 两个人的实力 虽然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但是维娜总是在对战中吃亏 我有时候都怀疑 她之所以这么痛快地愿意和我走 就是因为打不过人家 觉得没面子 才冤冤躲开 现在的威娜自从跟了我 不仅依靠使用大量的魔晶石 实力大增 而且怎么说 也见识了一些魔法应用技巧 所以才自信满满地准备回去 一雪前耻 想到可以把宿敌踩在脚下的情形 兴奋的威娜 着急地催促着外婆动身 外婆无奈之下 只好带我们来到了传送镇 一阵白光闪过 我们三个人总算是又回到了 元素精灵的故乡 我们突然出现 打扰了这里一向平静的生活 立刻 几十只漫天飞舞的精灵 把我们围住了 威娜很快就掺和到其中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把围着她的精灵们说的 那是一脸的羡慕 外婆则是带我去见元素精灵女皇 此时的女皇正在给卡纳公主 讲述如何使用魔法技巧 见我们到来非常高兴 大家刚要寒暄 威娜首先跳出来道 小叉叉 我要代表太阳惩罚你 说着就是一记水球 由于这里的魔法元素异常的充沛 平时不过篮球大小的水球 现在整整大了一圈 看起来比卡卡还大 哼 凭你也配 卡纳公主一个瞬移就躲开了 随即展开反击 两个人就这么乒乒乓乓的达到了一处 呃 这个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哎 算了 这两个冤家随他们的便吧 女皇也很尴尬 毕竟都是他的女儿 只好苦笑道 我是管不了了 哈哈 他们的年纪算成人类 也不过才五六岁 正是调皮的时候 陛下不必担心 以后会好的 外婆安慰道 是啊 以后就好了 威娜在我那儿很听话呢 我也劝说着 但愿他们能早点懂事 女皇无奈道 对了 你们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我们是为了这个才来的 外婆把生命之树的种子递给了精灵女皇 哦 天哪 女皇激动的把她接过来 然后闭上眼睛 细心的探查着种子内部的构造 不久她就满面春风的说道 还是活的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然后她忽然把种子紧紧抱在怀里 前程道 伟大的精灵之神啊 感谢您慷慨的赐予 靠 明明是老子拿来的 和那个狗屁精灵之神有什么鸟关系啊 我正心怀不满的时候 精灵女皇开始讲解这其中的奥秘了 你们上次拿来的神器 魔法神的祝福 其实就是用生命之树的树心做的 虽然它也能缓缓的制造出魔法元素来 可是要想把月亮景的空缺填满 恐怕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时间 在此期间 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的元素精灵诞生 恐怕等到它再次诞生的时候 我们的族群已经消失大半了 实在是太可怕了 精灵女皇激动道 在我以为我们即将无法避免的面临一场大灾难的时候 你们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可让我怎么感谢你们呢 也不要太多 只要把你们都绑到我的战车上就行了 频道心里乐呵呵的想着呢 不用谢我 这都是我外孙找回来的 外婆笑道 怎么说 我也是和威娜签了契约的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您大可不必客气 我一脸正气 我的意思是 把我们都看成自己人 这以后我要是有事的话 他们想必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吧 嘿嘿 这下 他们可就等于上了我的贼船咯 那真是太谢谢了 女皇感动道 陛下 这生命之术的种子 要怎么样才能长成啊 为什么别人都不能让它发芽呢 我疑惑地问 她需要吸收极多的魔法元素才能发芽 而且一定要用元素之水浇灌才能成长 所以 普通的地方 没有我们这里如此浓郁的魔法元素 是不可能让它发芽的 女皇笑着解释 如果把它放到我们脚下的地面上 让它自然发芽的话 那可能要好几十年 甚至更长 可是 要是我用精灵密法 向它里面灌输魔法元素 再用月亮井里的元素之水浇灌 它只需要十几天 就能发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畅想听八录制 写四版创作 精灵博奖的玄幻小说 张三丰 意界游 第126集 那它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我连忙问 要是长得够快的话 那我不就等于 又有一只超级魔法师部队了吗 挥舞着魔法神祝福那样的法杖 魔力枯竭以后 喝点生命之术的树枝 迅速恢复魔力 实在不行 还可以扔十二级的禁咒级魔法卷轴 嘿嘿 当真是遗数在手 天下我有啊 开始的一年时间 它可以长到几米高 以后只能慢慢来了 女皇道 那可以从她身上取多少材料 才能不伤害她呢 我连忙问 取材料 女皇被我问愣了 说道 你是说 能做卷轴的叶子 和能做魔杖的树枝 是啊 还有能恢复魔力的树枝 我从女皇的神色里 看到了一丝疑惑 大概我的想法又要泡汤了 果然女皇道 你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禁忌吗 就知道用途 其他一概不知道 生命之术的叶子 和枝条都是不换的 啥意思呀 意思就是 生命之术的叶子长的时间很长 从来不会落 只有生长了超过一万年的叶子 才能承载 尖子级魔法的魔力 不够年份是不行的 树枝也是如此 一根树枝最少也要有三千年以上的成长时间 才可以制作成魔杖 时间再短的话 效用就会很低 外婆突然说道 你还以为随便一根树叉 就能做出一根魔法神的祝福来呀 雷的你呀 啊 那不就是说 现在把它种出来的话 我至少要等它三千年才有收获呀 我郁闷的问 是这样的 女皇笑道 哎 我这个后悔呀 早知道还不如自己吃了它呢 随后我又不死心地问道 恢复魔力的树枝也要时间吗 不用 女皇笑道 我正想高兴呢 她却又说 可是现在 它还很脆弱 取树枝的话 会影响它的生长 甚至取多了 还可能会把它弄死 所以还是不取得好 哦 我无奈说着 郁闷 好像看出我有些沮丧 精灵女皇笑道 有了生命之术的帮助 那根魔法神的祝福 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 我可以送给你 算了 我推辞道 还是等生命之术完全长成以后再说吧 也省得出什么意外 嗯 女皇笑道 好吧 尽管我认为不会有意外了 我还是先留下吧 不过 我倒是可以送一点元素之水给你 元素之水 那你们中树不受影响吗 我好奇地问 不会的 我们有整整一个月亮景呢 女皇笑道 不过 我只能给你这么一点 说着 她稍微一摆手 只见她的手掌上面 空间魔法特有的光芒 轻轻闪现 随着光芒的消失 那里停留着大概直径三寸左右的一个水球 那水纯净极了 简直就像空气一样透明 浓郁至极的魔法波动从球体上传来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元素之水吗 真漂亮 我不有感叹着 是的 这就是魔法元素极度压缩融合以后形成的元素之水 你们人族几千年的历史上 也就只有三人曾经用炼金术制造过她 女皇笑道 还不快接着 谢谢陛下 我连忙道谢 到现在也别客气了 赶紧从空间戒指里挑选出几个比较大的水系魔晶石雕琢的瓶子 小心翼翼的把这万金难求的宝贝收好 你还真有料啊 外婆羡慕的说 我都好久没见过这么大的磨精石呢 你竟然用来做瓶子 真浪费 谁叫你们精灵人不会挖矿啊 我笑道 那个磨精矿可就摆在那 你们不去挖赖谁呀 那么脏的活我们才不去干呢 外婆笑道 难道你就不能孝敬外婆点吗 晕了 怎么说也是妈妈的妈妈呀 连贪财的习性都一样 我也真是够笨的 一时高兴连财不露白的古讯都忘了 只好自认倒霉吧 您要我当然会孝敬您了 说着送上了一块大约有拳头大小 未经雕琢的磨精石 可把我心疼坏了 要知道 我的那个磨精矿地处精灵之森的深处 各种魔兽是经常光顾我 那里面常年有近一万矮人矿工在挖掘 外面还有我领地里将近三分之二的军队在布防 一个怒之剑圣 卡罗更是几乎天天跑去救火 就这样 每年都有上百人惨死在各种魔兽 毒蛇毒虫的袭击之下 就这样 一年的产量还不到三十斤 还得被矮人分去十斤 威娜的肚子都得把好几斤最纯净的消化了 剩下的这点磨精石也就勉强够用了 你说我容易吗我 我也不是白要你的 外婆笑道 你领地里有好的炼金师吗 没有的话 还是让我帮你把这些元素之水给炼成药剂吧 不然真是骚擦东西呢 那你能炼什么 我高兴地问 多了 智商的 恢复魔力的 那都是小菜 我还能炼制短暂能量药剂呢 外婆自豪地说道 干什么用的 一个魔法学徒喝了以后 也能够暂时拥有高级魔法师的魔力 高级魔法师喝了以后啊 则只能有魔导师的水平 而魔导师喝了以后 虽然不一定能晋级成魔导师 可是 魔力却会大幅度提升 当然 这些魔力是无法恢复的 而且即使它不使用魔法 也会慢慢地消失 可是 短时间的实力大增 对战斗 可是极有帮助啊 就像你的狂战士狂化一样 但是 代价却比他们小得多 使用完以后 仅仅会有些疲倦而已 怎么样 厉害吧 外婆兴高财烈地介绍着 厉害 我笑着称赞 简直就是法师的 无代价狂化 实在太厉害了 还有吗 有啊 还有隐身药剂 虽然没有元素之水也能造 可是效果差 很容易被感知高的魔兽或人察觉 但是如果加了元素之水的话 我保证 至少黄金高级一下的战士和魔导师 以下的法师 都无法发现 这么厉害 还有吗 我心说 要是把他们给了暗夜精灵会怎么样 怕是教皇宫也敢走一趟吧 再就是超级狂化妖剂了 外婆道 加上元素之水的狂化妖剂 可以大大减低狂化后遗症 最多也就大病一场 所有的能量消耗都记在元素之水上 再说呀 还有很多 像超级净化 驱除诅咒 解除毒药剂等等 解除各种毒素也可以呀 对了 还有各种元素伤害药剂呢 元素伤害药剂 这是什么药剂 这种药剂不是吃的 而是用来涂抹到兵器上 可以让一把普通武器 拥有短暂的魔法伤害 对付那些不怕物理攻击的敌人 才毫不过了 比如 幽灵 火焰巨人等等 外婆笑道 太好了 我就给您一整瓶元素之水 请您帮我多练出一点东西来吧 我递给了外婆一瓶水以后说道 具体要什么呢 外婆问 先来十瓶隐身药剂 其他的暂时多练一些 短暂能量药剂 以后我有别的需要 再通知您 这些元素之水够用吗 我担心地问 足够了 这东西要稀释以后再用 大概能练上几万瓶普通的药剂 是没问题呢 外婆高兴地说着 嘿嘿 那就好 看来这次的收获还真是挺大的 贫导心说 还不知道克里那老妖怪 又能带给我什么样的惊喜呢 他的炼金水平 可绝对在外婆之上啊 告别了外婆 我再次踏上了回领地的路 哎 整天走路都烦死我了 可是来的时候 有些东西要交给外婆呀 回去的时候要带回去一些 弄得一大堆人马跟着我 我也不好意思自己跑路不是 好不容易跑了很多天 总算是回来了 连饭都没顾上吃 就急急忙忙把王先生请来 询问卡西亚和瓦娜的战士 大人 情况很不妙啊 王先生忧心忡忡的话 让我一阵心惊肉跳 到底如何 难道 星若宝被攻破了 我急忙问 暂时还没有 不过十天前 星若宝的未成全部被攻破 八天前 七公主完成了对星若宝的合围 并且发动了总攻 根据刚刚收到的信报 情况很危急呀 王先生皱着眉头 七公主和他的部队就像疯了一样 昼夜攻城 到现在为止都没停下来 双方伤亡都很大 城墙都快被尸体填平了 七公主不允许任何人收尸 他自己则天天站在城下督战 所以 瓦娜军到现在为止 还是气势如虹 看样子 不拿下星若宝 他们是不肯收兵了 大拉顿元帅怎么样了 我连忙问 他现在是天天吐血 不过依旧躺在床上指挥战斗 而且还经常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据说凡是他出现的地方 卡西亚的军人立即就和狂化了一样 往往能在极短的时间结束战斗 卡西亚的士兵们 都不愿意见到他们的统帅 长时间在外面受苦 所以才这么拼命啊 王先生激动的说 现在两边的人员还有多少 我问道 卡西亚还仅仅又不到三十万人 坚守在星若宝 瓦娜的情况不明 估计最少他们还有不下一百五十万的部队 怎么可能 伤亡比例怎么可能达到一比一呢 我恼怒的问 不是一比一 王先生道 大概是一比一点五左右 七公主能有那些部队 是因为国内来了援军 而且据说还在有军队不停的开过去 够狠的呀 平常守城战的伤亡比例都是一比三 我骂道 巴拉顿怎么搞的 他是个笨蛋嘛 也不全怪他 王先生道 开始的时候他没到 伤亡就上去了 后来他来了 七公主也开始出动兽人 你知道 兽人可是很厉害的 嗯 是我错怪他了 我有党 咱们国王就没想过出兵玩玩 瓦娜现在后方空虚 正是偷袭的好机会呀 国王正忙着和人家瓦娜联姻呢 王先生不满的咧咧嘴 哪里还会和人家开战呢 联姻 和谁 我奇怪的问 七公主要下架哪位王子吗 不是 是瓦娜二王子 要迎娶咱们的冰火 两公主中的一个 王先生担心的看着我 我当时就炸了 谁也不知道 那个二王子是变态呀 他最喜欢虐待美女 伺候他的使女 几乎天天都有人死 他自己还恬不知耻的 叫自己是催花圣手 这要是叫公主过去的话 老子都不敢想了 我高声怒骂着 国王 要是敢答应 老子非造反不可 他答应了没 这还没定下来 国王的意思倒是挺愿意的 可是遭到了好几家大臣 联名反对 所以暂时就脱下来了 王先生急道 妈的 谁赞成 谁反对 我怒道 看我回去 怎么把赞成的混蛋打个半死 五大家族里 除了石原家都反对 其他的几只皇族赞成 只有禁卫军团统领 莱奇坤 爱德华亲王反对 还有就是 西方十二灵地的灵主都集体赞成 王先生流离道 妈的 石原家活腻了 是吧 敢挖我的墙脚 找死是不是 大人 石原家没有表态 王先生见我找上了石原家急忙解释 他们表示了沉默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畅想听八录制 写字版创作 精灵播讲的玄幻小说 张三丰 意界游 第127集 哼 没反对就是和老子过不去 我蛮横道 不过这次就算了 下回再收拾他们 是 是 下回再说 王先生磨把脸上的冷汗 他从来没有见我发这么大的火 这回可把他吓坏了 毕竟 张嘴就敢说造反的主子 可实在是太罕见了 马上给我准备人吗 我怒吼道 老子要回去 傻人 大人 你要带谁 王先生害怕的问 大家都忙 我就带两千狂龙铁剂就够了 我其实啊气消了点 不再想着蛮干 不过气忆总是要出的 最少也得给他们留下个 可以让他们记忆十年的深刻回忆 是 不过 您千万别胡来呀 王先生劝解着 知道了 快去吧 我说完也走了 我去找克里 他果然还在实验室 看看这是什么 我把元素之水拿出来交给克里看 天哪 元素之水 克里本来忙着呢 都不怎么愿意搭理我 可是见到我手里的东西以后 立刻两眼放光 就像是见到鸦片的大烟鬼一样 我时间有限 你捡最重要的告诉我 你能用它给我做出点什么来 我对克里道 超级狂化药剂 短暂能量药剂 元素伤害药剂 超级解毒药剂等等 都是好东西呀 克里高兴的说着 啊 你就没点新鲜的吗 我不谢道 这些已经有人在帮我练了 嗯 谁 我说的可都是很难练的东西呀 没有大十级的水准 可是做不了的 克里奇怪的问 我外婆 精灵女王陛下 他们的水平还行吧 我笑问着 当然行了 克里尴尬的说道 你还有什么特别的配方吗 我恶狠狠道 你可别说没有啊 你可是活了几千年的老妖怪 嘿嘿嘿 老妖怪嘛 还真是这样的 小废话 到底有没有 有 克里道 老妖怪 当然 得有点拿得出手的东西 才想画吧 有什么 我高兴的问 爆炸 爆炸水晶 克里笑道 您听说过吗 没有 不过从字面意思就知道是爆炸的东西 我奇怪的问 威力有多大 这 这要卡尼用的魔法材料 有多好了 要是用元素之水制造的话 我又把握用拳头大小的一块 就一举炸它十米厚 十二米高的城墙 克里自信道 够变态 我心说都快赶上三消机甲本了 拿这些元素之水能够造多少爆炸水晶 我关心的问 他要敢说一块的话 我非现在就揍他 嗯 拳头大小的话 能制造两百多块吧 克里呼算着 还好 全都给我造成爆炸水晶 我心说 虽然这元素之水一共不过才三瓶半 可是这爆炸水晶还是得要啊 关键时刻那可管了大用了 看看现在七公主工程的费用水晶 一劲劲就知道了 要是七公主能有哪怕就是一块爆炸水晶的话 现在的星若宝早就是他的了 还用这么慢慢的磨呀 啊 那就不做点别的什么了嘛 克里不舍的问 这还有半瓶 随你怎么挥霍 我把半瓶拿出来给他 我是在研究 可不是挥霍 克里抢过去以后不满的抗议 好了 我还有事要回王都了 你在这里记得好好盯着点 我嘱托着 特别是教会的王八蛋 如果有敢扎刺的 你就让他突然消失了 嗯 我知道 克里关切的问 要我回去帮你吗 看来他也听到了一点风声 不用 不行还有盖茨呢 要是惹毛了我 老子给他来个魔术工程 也正好检验一下 盖茨在工程站里的作用问题 不用检验了 克里调笑道 他拆盛都肯定不行 可是要拆你们大汉的王都 他这也就有半个小时的事 嘿嘿 我看也是 再见吧 等我从实验室里出来 正好碰上了来找我的梅儿 梅儿 我正要找你呢 我对他笑道 就正好碰上了 什么正好啊 人家是来这找你的 梅儿道 哦 你找我有事吗 我奇怪的问 听说 你要回王都和人拼命 我要和你一起去 梅儿间接道 嘿嘿 几个小毛贼 哪里用得着我们梅儿大家呀 那岂不是太给他们面子了 可是我听王亲生说 你不是都要造你们国王的反吗 我是气话 我只是回去阻止他 把我的两个朋友 往火坑里推罢了 那他要是不同意呢 梅儿担心道 你就造反 他敢 我连教皇宫都敢砸 他算个屁 惹恼了老子 就砸了他的王宫 把人抢出来 那我去帮你好不好 可是这里的事情太多了 你能走开吗 我问道 你不是有盖茨吗 脚踏用空间门呢 用不了多少时间 他不一道 好 我先回去 要是开战的话 我一定先把你接过去再打 好不好 我见他这样只好妥协了 这可是你说的 你要是敢骗我的话 嗯嗯 梅儿威胁道 我就整天纠缠你 是是是是是 我的那个天哪 要是叫他纠缠上几天的话 我还不如直接撞死 算了 马不停蹄的我 几乎用飞的速度 又回到了王都 原本要一个多月的路程 我二十多天就赶完了 就连以耐力建长的地形龙 也累得够呛 倒是跟随我的狂龙战士还行 至少还有一战之力 进王都的时候 天都快黑了 城门都关了 要不是守门的官 认识我就进不去了 赶紧赶到家里 去见母亲 妈妈 我连客气话都忘了说 就直接问 国王做出决定了吗 呀 小五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妈妈奇怪的问 国王决定什么呀 就是和瓦娜的亲事啊 我着急到 妈妈调笑着 看你急的 咱家是要连自己的儿媳妇都护不住 可就真不用混了 那就好 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问道 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得到消息的时候有点晚 您再给我说说 还能有什么 不就是瓦娜派来个特使 来商议求婚的事 国内的大臣们分为两派 一派支持 一派反对 一直争吵了一个月 还没有结论呢 嘿嘿 很快 啊不 就是明天 绝对会有结论了 我说着 你想干嘛 妈妈紧张的问 可不要胡来呀 国王的意见如何 我没有理会母亲的话 转而问起了国王的态度 哼 他当然赞成了 母亲气呼呼道 为什么 他不知道瓦娜的二王子 是个什么东西吗 我怒道 他被使者的话吓住了 使者威胁说 如果不答应 就要在灭了卡西亚以后 与我国开战 他白痴啊 现在不是还没有打破兴若宝吗 他就不怕激怒我国 趁现在瓦娜后面空虚的时候 给他一家伙 我奇怪的问 他当然不怕了 母亲无奈道 现在大汉国到处是麻烦 国王也是有心无力呀 怎么说 我不满道 他防备我 有那一百五十万 王家禁卫军还不够吗 除了你 他还要防备卡特王国 他们最近在边界活动频繁 你父亲连驯服个铁甲兽的功夫都没了 就赶到前线去了 而北方四陵也在这个时候 有了异常的举动 活活把玄武军团给彻底牵制住 朱雀军团是看守西方十二个领主的 绝对不能调动 只有白虎军团还勉强能够出击呀 母亲气恼道 可是他们已经被七公主吓破胆子了 七公主仅仅仅在白虎军团前面布置了三万兽人 就让白虎军团的三十万大军不敢妄动 真是一群白痴 当初你父亲领兵的时候 敢用两万人冲击对方五万人的军阵 怎么克里斯家族就这么差劲呢 还有呢 我奇怪的问 不是还有两支部队吗 怎么不调动呢 你还有脸说 国王骂道 在国王眼里 你这个小子比瓦娜危险一百倍 他敢调动你的军队吗 至于蓝色闪电军团就更别提了 尼古拉斯是绝对不可能率军攻打瓦娜的 白虎军团这王八蛋 该硬的时候不硬 国王这白痴 对待自己的女儿 却是该软的不软 真是他们一群混蛋 我怒骂着 心说 看我明天怎么搅局 妈妈 我累了一天了 先下去休息了 再见 也不等母亲回答 就匆匆走了 明天你记得去见国王啊 母亲高声嘱咐着 知道了 我答应一声赶紧溜了 第二天 我一大早就进了宫 当然不是找国王 而是准备安慰两位公主 由于我的身份特殊 很轻易就进去了 在公主居住的宫室里 见到了两个憔悴许多的可怜女孩 他们一听是我来了 还穿着睡衣就跑出来 一下扑到我身上就哭起来 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为什么到现在才来 他们一边哭一边轻轻的拧我 好了好了 我不是回来了吗 我赶紧安慰道 再拧 我的肉都要下来了 哼 我们都要难过死了 也见不到你的人 你去哪了 冰公主一反往常的冷静 首先审问 哎 我不是忙着组建狂龙师团吗 我赶紧说道 那也不能把我们扔下不管呢 你知道吗 我们中的一个就要被他给远嫁了 我还听说那个家伙是个混蛋呢 活公主怒道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刻赶回来了 一个多月的路 我可是才走了二十多天 昨天晚上才到的假 这不 今天一大早就来看你们了 你回来又有什么用呢 冰公主哭泣道 昨天父王叫我们过去 说是亲事已经定下了 叫我们自己选一个呢 哼 哼 我怒骂着 也不是我看不起那王八蛋 你们两个人嫁谁 得老子我说了算 你们不用怕 自然有办法 真的吗 他们瞪着两眼望着我问道 当然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呢 我好起冲天的说道 五王子敢欺负你们 我不是打得他满地爪牙吗 始原四郎敢欺负你们 我不是让他下了地狱吗 国王以前对你们不好 我还不是叫他改正了 以前能叫他改 哼 这一次也能 可是 就在冰公主要说什么的时候 底下忽然来了一位国王的侍者 两位公主殿下 陛下有请 她是传达国王命令的 呀 这个怎么办 她一定是要问我们 选谁嫁出去的事 火公主着急的问我 别怕 我和你们一起去 我对侍者说道 可以吗 嗯 过王陛下 虽然只召见两位公主 可是领主大人要去觐见 也不是不可的 侍者特地强调觐见这句话 嗯 很好 我当然知道 他是在向我卖好 当下悄悄地递过去一个钱袋 里面整整一百金币 这可是他一年的收入啊 谢谢大人 侍者乐得眼睛都张不开了 国王陛下 现在一个人等着吗 趁着两位公主梳洗打扮的时候 我开始和她聊起条来 不是 有许多大臣也在 侍者答应着 一大早的 不睡觉 都在干什么 我奇怪地问 哎 还不是瓦娜的特使催得紧 他正在逼着国王做决定呢 侍者不满道 那个特使也太嚣张了 连我们都看不去了 哼 一会儿 我就去看看 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畅想听搭录制 写字版创作 精灵博奖的玄幻小说 张三丰 一介由 第128集 大人 您是要教训他们吗 试者问 哼 我横了一声 我劝您还是不要惹事了 我看得出 国王陛下似乎极不愿意与瓦娜开战 要是您做点过激的事 引起了两国的战争 那 恐怕不好向陛下交代呀 他小心翼翼地说 嘿嘿 我笑而不答 正好这时候两位公主也打扮完了 我一看 乖乖 可了不得 才十三呢 就出落得像个小美人一样 要是再大点 那不迷死人呢 最要紧的是 他们两个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金发碧眼 一对小可爱 两个人一左一右 分别搂住我的一只胳膊 我左看一朵花 又看花一朵 看得我是直发呆 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侍者见我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怕耽误了时间 连忙咳嗽了两声提醒我 大人 咱们该走了 国王陛下还等着我们呢 走 我这才缓过劲来 连忙尴尬地说道 走 快走 比较陛下等急了 我们跟着侍者三转两转 来到了王宫的会议厅 里面正有人在激烈地争论着什么 我也不忙着进去 先停下来听听再说 只听见里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陛下 我瓦那王国二王子殿下 英明神武 潇洒不凡 配您的公主 实在是太合适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您还要推三阻四的 难道是看不起我们瓦那王国吗 骂的老子听出来了 是小犬春浪这狗东西 没想到 这混账还如此嚣张 这个 特事阁下 我们已经决定两家联姻了 只是等着两位公主前来 好确认一下最后的人选 是十元熊二的家伙 最好不要欺骗我 否则瓦那的大军能够轻易踏平卡西亚 也绝对不会怕了大汉国 我是带着和平的意愿来的 请不要让我失望哦 否则下次再见的时候 就是我瓦那七公主率领的 守人大军了 小犬春浪气势汹汹的说着 可怜满朝文武大臣 没有一个敢站出来的 有胆量和脾气的 如我父亲和叔叔们 都被国王调走了 现在剩余的都是投降派 也算活该他们倒霉吧 可是我却不能任由这混账 在我面前嚣张啊 说不得只好劳烦我老人家 来教训教训小犬春浪就白痴了 好叫他知道 老子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七公主的那些野兽 老子见识过 说实话不咋地 我一边左拥右抱的进去 一边更加嚣张的接口道 到你这不知死的混账 还真让我开眼呢 谁他 本来小犬春浪想说 谁他妈的敢这么说话 可是见到我立刻就蔫了 因为他暗地里 没少跟我做交易 虽然都是打着 为国家采购的旗号 可是我奸细 要是瓦那国王 知道他在里面 贪了多少以后 那么小犬春浪 最后的下场 也是个千刀万挂 外加满门超斩 有个这么巨大的把柄 落在我手上 你说他见了我能不像是老鼠 见到猫吗 原来是灵主大人 小犬春浪急忙改口 一脸羡慕地说道 大人一向可好 国王和满屋子的十几位大臣 都被小犬春浪的变脸速度惊呆了 在他们还没有反应的时候 我又让他们接着震惊了一把 很嚣张地搂着两位公主 然后我对小犬春浪破口大骂 你呀是不是活腻歪了 赶到老子这儿来嚣张 你们七公主不就是野丫头吗 很了不起呀 在圣都的大竞技场上 还不是叫老子打了个屁门尿流 老子灵伤亡就弄死了他一千郎骑兵 全过程没费我五分钟 还在老子面前吹个屁呀 还有你们那个二王子 他就是一滩臭狗屎 记住是狗屎 把他脑袋砍下来扔到地上 野狗都不吃 还想娶我们的公主 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痴心妄想 好了 国王劝阻道 不要失了礼数 让特使大人不高兴 虽然他也觉得我骂得非常爽 可是毕竟还是顾忌着 人家的大军 嫡气不足啊 好在他也不是瞎子 一下就看出来 小犬春浪怕我怕得厉害 这才委婉地劝我 不然他怕是早就要翻脸了 特使大人是我的老朋友 他怎么会生我的气呢 是不是啊 小犬春浪阁下 我阴沉着脸 是是 我不生气 不生气 小犬春浪只好抹着脸上的冷汗 现在 你马上给我去宾馆待着 等我去找你 要是敢乱跑 哼 我恶狠狠道 小犬回去以后 叫恶狗咬死 是是 我不乱跑 我等着大人光临 告辞 告辞 小犬春浪勉强挤出了个笑脸 赶紧狼狈地跑了 小五啊 国王叹道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的两个女儿 我也舍不得呀 可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有时候是需要牺牲的 你今天虽然骂走了一个特使 可是你明天真的有把握面对七公主的大军吗 要知道 卡西亚现在可是危在旦夕呀 随时都可能完蛋 陛下 真正的智者 绝对不仅仅看到敌人的强大 他还能看到敌人的弱点 真正的勇者 即使面对再强大的敌手 也有一战的勇气 他不会为了懦弱而丧失自己的尊严 我随后毫不客气地对他说 您或许不是智者勇者 可是您毕竟还是一位国王和一位父亲吧 难道仅仅就因为七公主的几句屁话 您就要失去作为国王的尊严和父亲的责任吗 大汉已武力国数百年 何曾如此屈辱地被一个女人威胁过 我的话很难听 可是在场的人 包括国王陛下都羞愧地低下了脑袋 不敢反驳了 说得好 爷爷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他的后面 则跟着另外三大家族的组长们 他是突然得到消息的 说国王将在这个时候 正式同意联姻的提议 而急忙赶过来阻止 他倒是不在乎一位公主的死活 可是作为资深老狐狸 他很清楚地明白 这样做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大汉立国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在被人威逼的情况下 外嫁过公主 此离开 不仅大汉国颜面尽失 士兵民间的士气也将大落 而且万一逼反了我 那才真是了不得呢 想当初 我为了这两个公主 打了王子杀了贵族 前不久 还因为一个使女砸了教皇宫 他们因此对我产生了一种错觉 认为我是个对女人占有欲特强的人 谁动了我的女人 就懂于是接了龙的逆鳞 几个老狐狸对此是深有感触啊 现在国王坚持要犯傻 他们赶紧来阻止 爷爷虽说有我不会造反的保证 可是眼下的形势 一个处置不当 怕是轮不到我造反 大汉就要玩完了 爷爷和几个家族的组长可都是明白人 他们深深的明白 瓦娜现在明显就是试探 七公主也绝对不在乎 她的二哥能不能娶到大汉的公主 而在乎的是我们大汉的态度 一旦我们软 满足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怕他们了 那样的话 战争才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道理连十元熊二之老狐狸都知道 否则 这种能打击我的机会 他就不会仅仅是旁观了 而且他甚至还在暗中拖延 就连国王要在今天偷偷答应的消息 也是他泄露出去的 陛下 您这次实在是有些处置时当啊 爷爷痛心疾首的对国王说 嗯 这个 国王很尴尬 可是 我还有别的办法吗 人家的大军只要花费几天时间 就能攻破星弱宝 然后卡下国内就几乎再无反抗的能力了 七公主的大军就能抽出手来和我们正面一战 最多一个月 只要他愿意的话 他的部队就能全部调转到我们的方向啊 我们现在国内的形势 却是四面楚歌 根本抽调不出兵力来呀 嗯 我突然发话了 你乌拉斯不愿意打瓦那的话 那就叫他驻守玄武城 凭他的本事 又是在防守的状态下 我想解放出三十玄武军团的主力绝对没问题 朱雀军团是不能调走 可是一半的部队 还是勉强可以动一动吧 王家禁卫军多达一百五十万 抽掉他几十万 王都也绝对不会空虚 这些部队再加上白虎军团 一起压上去的话 打瓦那一个措手不及都够了 对 爷爷道 我们的意思也是如此 我们这次不仅不能把公主架过去 还要摆出一副恼羞成怒的样子 把部队集结起来压过去 或许卡西亚还能挽救也说不定呢 就是救不下来 也至少能让瓦那不敢对我们轻起战端呢 是啊 老元帅和小将军这才是真知灼见 可不比那些就知道投降的笨蛋 外交大臣 威克家族组长南德尔 护威克附和着 是啊 是啊 其余的人也一起附和我的提议 包括十元雄二在内 也力劝国王收回联姻的成命 那好吧 国王听了以后 多少也算想通了 连十元家也算上的话 那就是五大家族联名反对 他这个国王也不好对着干 只能答应 随后又倒 可是最好还是不要开战 如果网纳道歉的话 我们还是撤回来吧 说来说去还是个软皮蛋呢 我实在是看不上国王的表现 随口和他们应付几句以后 便找了个送公主回去的借口溜出来了 把他们送回去以后 他们还缠着不想让我走 可是我心里急呀 因为我刚刚找到一个 能让七公主功亏一篑的主意 着急要去实现呢 只好许愿道 今天我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办 明天我陪你们一整天 好不好 这才总算脱了身 来到宾馆找到了小犬春浪 他果然老实的待在这 哪儿也没去 想只听话的小狗 可是我却明白 这小子心里快恨死我了 现在他迫于把柄在我手里 故意对我表面恭敬 一旦有机会的话 他铁定会狠狠地咬我一口 大人 您来了 小犬春浪见我一脸眉笑 我也是上命所逼 实在没有和您作对的意思呀 哼 知道老子和公主的关系吗 知道还敢接这个上命 我没好奇 不知道啊 小犬春浪委屈道 我要是知道的话 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敢来呀 您打人有大量 可千万别介意 我可是一直对您忠心耿耿啊 哼 但愿如此 我冷笑着 你知道我有多大的本事吗 当然知道 您的手下无比彪悍 狼骑兵都不是对手呢 您只要动动手指头 我的小命就完了 小犬春浪不知道我的意思 只好一个劲地拍马屁 哼 那些不过是表面的 我冷冷道 我真正的厉害之处 你都没见识过 不过现在你应该多少知道了 国王虽然口头上已经答应了联姻 可是只要我反对 就是已经嫁出去了的 也得给老子送回来 是 是 小犬春浪嘴上虽然这么说 可是我知道他心里根本就不信 我知道你现在不信 我冷笑着 不过 等明天 国王要和瓦那宣战的消息 传到你手上的时候 你就会相信了 什么 小犬春浪神色突变大吃一惊 大汉 要和我们宣战 为什么呀 表面的原因呢 自然是你们瓦那的无礼 已经触怒了我们国王陛下 我冷笑解释着 可是看你国王那个软蛋样 像是个有血性的人吗 所以 这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那 真正的原因呢 小犬春浪着急地问着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畅想听八录制 写字版创作 精灵博奖的玄幻小说 张三丰 意界游 第129集 真正的原因 当然是老子我不爽了 我怒骂着 谁要让我不爽 我就绝对不会叫他舒服 这次 我将青帅大军瓦那 和七公主好好比划比划 看看到底 谁是雌雄 我的这些话 都是骗小犬春浪入旺的鬼话 可是里面半真半假 相信 只要明天国王那份 措辞严厉的外交召会 递到小犬春浪手上以后 他就会信个八成 等国王集结部队的动作一做 他就肯定信上十成了 我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让他错误的认为 我就是 救世主 别呀 小犬春浪吓坏了 赶紧说道 我们两国 世代友好 屁话少说 我恼怒的打断他 友好个屁 友好还用军队来威胁我们 把公主加给那么个东西 这个误会 他急忙道 这都是七公主的主意 我们国王其实并不愿意 而且贵国不答应也就算了 犯不上动刀动腔的吧 又是那个臭娘们 我恨他恨得牙根痒痒 原本我在想用这一招的时候 还有所顾忌 现在嘛 我算是彻底放开手脚了 对小犬春浪道 你知道 他为什么叫你来做这个吗 我特意强调了你字 这个 公主殿下说 我来过一次 比较熟悉这里的风俗 所以才派我来的 小犬春浪哭着脸 其实 我是不愿来的呀 笨蛋 我骂道 你就没看出来 他的目的根本与我们大汉无关 仅仅是要杀了你 啊 什么 怎么可能啊 小犬春浪惊疑不定的问着 白痴 我问你 我们大汉国几百年来 可曾有过公主被逼出嫁的事 我问道 好像没有 贵国向来以武立国 讲究的是威武不屈 像这种用女人来保险自己的事情从来没出过呀 小犬春浪严肃的说道 那他为什么明知不行还要派你来呢 我问道 这个 我不知道啊 小犬春浪苦恼的说 我来的时候也和公主这么说了 可是他却说 只要我表现得很强硬 就能成功 笨蛋 你被他骗了都不知道 我骂道 要是强硬就能解决问题 大汉的公主早就漫天飞了 他的目标 就是要你激怒大汉国 就像现在这样 大汉上下被你弃个半死 五大家族一直要求国王对瓦那开战 我们这次集结了上百万大军 即将押向瓦那 你是特使身份 我们自是不会如何 可是你要回到瓦那以后 你们国王 要是不愿意两面开战的话 肯定要想办法让我们大汉熄火 你认为 谁的脑袋最能叫大汉国撤军呢 说着 我的眼光不停地在他脖子上乱转 吓得他已经是一身冷汗了 好想我的脑袋比较合适 小犬春浪几乎是哭出来的 他突然又疑惑到 我和七公主没仇啊 他干嘛要害我呀 白痴 我一副哀气不幸怒气不争的样子 你和他仇大了 他都快恨死你了 你还不知道啊 我我不知道啊 小犬春浪着急了 我真的不知道 您告诉我 我怎么得罪他了 第一 你小子有钱 也不知道偷着话 经常大手大脚的 连我在柏拉兹都听到风声了 对吧 是 他不好意思说 可是 这和七公主有什么关系呀 哼 说你白痴还真是够白的 我哭笑不得继续骂 七公主领军打仗速来节俭 听说为了筹集军费 他曾经连续几年都没做过一件礼服 一直穿着戎装 连参加宴会都是 你说 像你这样大手大脚的人 他能看得惯吗 能不气吗 尤其是你还主管着对外贸易 他就怀疑你中暴私囊了 就凭他缺钱 可是你很多这一条 我想就能叫他生出杀你之心 这个好像是有点恨我 可是他现在不缺钱了呀 小犬春浪解释着 还有第二 他生平最敬重的人 你说是谁 我问他 是他父亲吗 应该不是 我想是 你 你 你 我 拉丝远甩 小犬春浪总算是明白了 几乎颤抖着说着 然后委屈的说道 可是 那是国王让我做的呀 而且 也是人家尼古拉斯自愿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七公主现在 可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 这个年纪的小姑娘 是最小心眼 最记仇的 她恩是尼古拉斯被卖的事情 对她的打击很大 对这件事里的三个参与者 她都恨得要死 可是主谋里的主谋 本大爷 她暂时还没办法怎么找我 另一个主谋则是她父亲 就更没办法了 那你说 剩下的那个帮凶 你 他会饶了你 再给你个出国旅游的美差吗 好像不会 小犬春浪苦着脸 还有就是 貌似 你和她父亲的关系 比较让她恼怒啊 我没良心的说着 这绝对是大实话 相信绝对没有哪个做女儿的 愿意看到她父亲 有一个男性朋友 这个 小犬春浪尴尬的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些是她要杀你的理由 你认为 够充分了吗 够了 小犬春浪 小犬春浪哭丧着脸 我说呀 还不够 还不够 难道还有 小犬春浪惊讶地苦笑着 我看来 还真是罪该万死呢 我听说 你一直和二王子走得很近 我笑咪咪咪地问 是啊 人家可是正宫敌厨 将来是要继成王位的 我能不巴结吗 小犬春浪无奈道 我看 她未必能坐上王位了 经过这么多的废话 终于把小犬春浪忽悠了 我开始露出了獠牙下嘴了 为什么呀 小犬春浪惊讶道 据我所知 国王还是很喜欢她的呀 白痴 七公主打下卡西亚以后 要兵有兵 要钱有钱 再也不需要你们国王给她支援了 难道你认为 如此精明能干的她 愿意一直臣服于 那个比她愚蠢一万倍的二哥吗 我诱惑道 恐怕 她不是那么好说话吧 呃 好像有点道理 小犬春浪游游欲欲 排斥 还好像 人家这次可是把刀伸到你脖子上了 如果没有一个人搭救你的话 你回去的时候 就是死气 这就是为了先剪出你主子 二王子的羽翼 你是不是二王子的心腹 如果不是 就算我胡说好了 我笑道 是 我是二王子那边的 小犬春浪 这才相信一点 急切地问道 那 那我该怎么办呢 大人 您一定要救我呀 这个 似乎很难 我推托道 别呀 大人 您可是神通广大 不能见死不救我 我可是您最忠心的朋友 哦 不 是仆人 您可一定要救救奴才我呀 小犬春浪赶紧跪下抱着我的腿就哭 好了 好了 我把他扶起来 虚心假意地说道 嗯 谁叫咱们是朋友呢 我强忍着恶心才说出了这句话 哎 大人 您的再造之恩 我是永世不忘啊 小犬春浪站起来羡美 呵呵 我假笑道 只要你按我的计谋去做 不仅不会有杀身之祸 而且还能取得你们二王子的绝对信任 并且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掌管更大的权力 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哎 真的吗 小犬春浪惊喜道 什么办法 大人 请讲 你回去以后 找到二王子 先把此行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然后痛哭流涕地告诉他 这次七公主明着是要杀你小犬春浪 暗地里其实是要剪出二王子的羽翼 好为打下卡西亚以后 匿谋造反做准备 如果二王子不早做打算的话 怕是等到七公主大军杀过来 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笑呵呵地把这话交给了小犬春浪 总之就是要务必叫他充分认识到 七公主的不轨之心 然后你才献祭不是吗 您的意思是叫二王子保我 小犬春浪神才飞扬道 凭我和二王子的关系 我想他会答应的 不完全是 我笑眯眯地说道 如果仅仅靠二王子的话 你也死定了 啊 难道他还护不住我 小犬春浪大惊失色 废话 我有点恨铁不成钢了 你这次的失误 可是挑起一场两国之间的战争啊 要是平时 你送上一些美女珠宝也就罢了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 你们的国家正在和卡西亚打仗呢 尽管快赢了 可是毕竟还没赢啊 这个时候谁也不愿意多一个对手是吧 两线作战可是兵家大计 为了消除大汉的火 你还是会被送出来的 再说 还有个七公主在后面推波助澜呢 光凭二王子能护得了你 怕是国王也不行啊 那我可怎么办呢 小犬春浪着急了 我给你出个好主意 你可听好了 我笑道 是是 您快说 小犬春浪着急地问 你把罪责都推往七公主身上 然后联合二王子向国王告密 说 七公主图谋不轨 我奸笑着 可是 这能行吗 小犬春浪疑惑地说道 我没有证据呀 再说 就算是真的 国王也不可能怎么样他呀 他现在手上 可是有百万大军呢 白痴 证据就是他要杀你 至于其他的 他要是有了才是假的 凭七公主那么精明的人 能叫你抓住证据 我不屑道 你的目的仅仅是叫他起疑心 对 就是疑心 仅此而已 疑心 又有什么用啊 小犬春浪不解地问道 有了疑心就会猜忌 国王他就会怀疑七公主 是否真的有不轨之心 对于像七公主这样 手握重兵的大将来说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笑道 可是 七公主是国王最喜欢的亲女啊 小犬春浪疑惑道 白痴 真怀疑你是怎么坐到这个位子上的 我气愤地骂道 在王位面前 别说亲女了 就是亲儿子亲爹 只要挡了路 也绝对照杀不误 你懂吗 真是个废物 那国王猜忌以后 我又该如何呀 小犬春浪被我骂得很郁闷 赶紧转移话题 这时 你就可以献祭 为主分忧了 我诱惑他 献什么祭呀 小犬春浪疑惑地回答着 当然是摆平七公主的计谋了 如果成功了 你可就是大大的功臣呢 我笑咪咪道 怎么摆平 小犬春浪不解地问 人家可是有兵权呢 现在的星若宝 集中了卡西亚几乎全国的精锐部队 但是依然不是七公主的对手 死成弱魄 则卡西亚以后的国土 几乎就和不设防一样了 对吗 我问小犬春浪 不错 而现在的星若宝 被七公主团团包围 昼夜猛攻 听说城墙都快被尸体填满了 可见情势是十分危急了 估计此时 别说攻城的是七公主 我看就是二王子 也肯定能攻破吧 我点化他 不错 就是我去指挥 也肯定能破城啊 小犬春浪执迷不悟 那为什么你不劝二王子 带领一支王家禁卫军 去前线接替七公主 指挥作战呢 我只好明说了 啊 小犬春浪眼睛一亮 对呀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畅想听搭录制 写字版创作 精灵博奖的玄幻小说 张三丰 一介由 第130集 这样的话 那么数十年来 首先攻破兴若宝的荣誉 是二王子的 击败四大名将的 潭石元帅巴拉顿的荣誉 也是二王子的 还有就是 以后攻入卡西亚的荣誉 也是二王子的 就连几百年来 瓦那首次开辟疆域的荣誉 不也是二王子的吗 我煽情道 想想吧 这是多么巨大的 一连串荣誉呀 就是你 作为出谋划策的军师 跟随二王子 完成了这一系列壮举以后 会不会获得 更大的权利呢 会不会成就 你在瓦那的威名呢 会 当然会 小犬春浪想到他 即将成为伟人的一天 连呼吸都急促了 刚才都是声誉和权势上的收获 难道仅此而已吗 我又接着诱惑道 还有 小犬春浪激动地问 还有什么收获呀 战争 往往伴随着财富 我用魔鬼的声音对他说道 卡西亚的富饶是大陆文明的 哪里有数不尽的金银美女 别忘了 大陆十大美女里就有一个卡西亚 要是你把她献给国王或者二王子的话 你会得到什么呢 对呀 卡西亚的公主 那个号称身蓝之钻的爵士美女 海伦殿下 我和二王子都见过 他真是太美了 才十五岁呀 就倾国倾城了 二王子曾经发誓 谁能献上他 谁就能得到一个精神的封地 小犬春浪激动得脸都红了 还有卡西亚的各大贵族 他们的财富随便找出一个来 就能让你们瓦那的王室汉言 如果在你领军入侵的时候 随手拿上一点 难道还有人敢不服吗 我反问道 谁敢 我不灭了他 小犬春浪高叫着 是啊 财富 荣誉 美女封地 获得这些东西的机会 就在你面前 就看你能不能抓住了 我笑眯眯道 可是 我们怎么才能找个借口 调走七公主啊 小犬春浪 突然想到了这么愚蠢的问题 要不是看在他还有点用的份上 我恨不得把他愚笨的脑袋劈开 看看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玩意 可现在 我只好强忍怒火骂道 还找个屁借口啊 大汉的百万大军即将兵临城下 你还怕七公主不来应敌吗 对呀 小犬春浪高兴的几乎跳起来 我怎么忘了 你们来的实在是太好了 靠 这话听得我都新鲜 还有在别人侵略自己国家的时候 鼓掌叫好的 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呢 你现在就在这等着 好好想想 如何蛊惑二王子出兵 如何叫你们国王对七公主产生猜忌 这事可是直接关系到你前途和小命的 你以后是封王败相 还是人头落地 可都看你的表现了 我严肃道 我能帮你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谢谢大人 您请放心 别的我没本事 要说推卫责任 山峰点火挑拨离间等等这些本事 我认为大陆上绝对没有人敢说是第一 小犬春浪自信道 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嗯 很好 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个合作伙伴 你在瓦娜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我办起事来也就方便得多了呀 我笑道 对对 只要大人您的事就是我的事 您这次如此帮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呢 小犬春浪还真表现出了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来 告别了小犬春浪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家 唉 这次的阴招成功的几率相当大呀 可是我心里却一点高兴不起来 卡西亚要是在七公主的统治下肯定不会如何 就凭七公主有气量原谅兽人就知道 他肯定也会对卡西亚实行怀柔政策 这样的话 卡西亚人民会在很短的时间认同瓦娜的统治 但是这绝对不是我愿意见到的 所以我才松有二王子去入侵卡西亚 二王子此人残暴狠毒又贪财好色 他到了卡西亚铁定是另外一种政策 高雅政策 以他的性格来讲 想不及其民变都是不可能的 我几乎可以看到 富饶的卡西亚陷入一片火海中 将来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因为我的这个计谋而家破人亡 贫道作为出家人实在是于心不忍 可是七公主咄咄逼人的态势 让我又不得不这么做 有道是死道有不死贫道 为了大汉的百姓不受战火的侵扰 我只能对卡西亚的百姓说一声 对不起了 回到家里 我直接去找爷爷 他也正在等我呢 现在都这个时候了 你又跑哪儿去了 爷爷略带责备的口吻说着 我去收拾七公主了 我笑呵呵的 哦 结果如何 爷爷瞪着我 差不多了 要是我们能再配合一下的话 我自信的对爷爷说道 我有把握让瓦娜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再不计也能叫他们至少十年之内无力犯鞭 嗯 真的吗 爷爷怀疑的说 当然 因为我抓住了七公主的一个不是弱点的弱点 我笑道 什么弱点 爷爷奇怪的问 他实在不该是一位公主 如果他是王子 那该多好啊 我感叹着 如果他是王子的话 瓦娜国王绝对不会支持二王子去夺取 原本属于七公主的一系列荣誉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瓦娜国王必定不愿意七公主接替他的位子 那么他就绝对会叫二王子替换七公主 好为二王子以后登基做准备 这怕就是七公主身为女儿身的悲哀吧 无论他如何出色 如何努力 王位却总是与他遥遥无期啊 快说说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爷爷急切地问 于是我把小犬春浪之间的交易仔细地说给爷爷听 最后我笑道 当城堡外部坚不可摧的时候 往往我们可以在内部很轻松地让他夸掉 现在的瓦娜就是如此 高实在是高啊 爷爷由衷地佩服道 就凭瓦娜二王子的德行 他绝对会把卡西亚人逼得不停地造反 这样卡西亚的领土不仅不会给瓦娜带来财富 反而会让他们陷入无休止战争的泥潭里 只要七公主一把军权交出去 他就再也别想回到卡西亚了 二王子绝对不会放开盗嘴的肥肉的 我笑道 是啊 听说他可是一个很吝啬的家伙呢 爷爷调笑着 你打算让我们如何配合你呢 这个简单 外交召会上要措辞严厉 最好把不满都撒到七公主身上 不要提小犬春浪的事 还有就是 我们的大军必须尽快出击 不需要那么多的人 只要装装样子 把七公主吸引过来 然后我们再退回来就行了 你说多少人合适啊 爷爷问道 就白虎军团全部 朱雀军团一部 再加上王都禁卫军一部 就足够了 玄武军团离太远就算了 宫入瓦娜也不需要太远 只要有个几百里就好 再远的话 怕是可能就回不来了 我笑道 好吧 我知道了 再说 我们也没打算真要和瓦娜开战 只是吓唬一下而已 爷爷狡猾的笑了笑 最后的日子里 大汉国的战争机器 在沉寂了多年以后 终于再次开动起来 爷爷像突然年轻了一百岁的小孩一样 整天待在军部里 连家都不带回的 吃主都在那 我这才明白 原来我们这一家子都是偏执狂 我父亲还算好的 他仅仅对战斗感兴趣 我爷爷可了不得了 他是对战争感兴趣呀 怪不得当初他任青龙军团军团长的时候 开疆辟土的量是最多的呢 听说原本大汉和卡特之间的一个小国就是叫他给灭的 即使到现在他没有失去这种对战争的激情 看着那个坐着轮椅的老人 谁又能想到 他才是真正指挥这次百万大军入侵瓦那的幕后黑手呢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百万大军的集结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本来想偷个懒 找两位公主上街逛逛 本来嘛 他们打他们的有我什么事啊 可是偏偏爷爷不许 说什么让我正式跟他学习学习 唉 扯着他的老脸实在没人敢不给呀 我只好是整天被他拴在军部和他一起指挥部队 真是不堪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开头我还不愿意来 后来我就深深的被这种战争气氛所感染 全身心的投入其中了 怪不得有人说 战争才是一个男人毕生最崇高的事业 原来 发号施令的感觉如此美妙 想想吧 我这里的每一道命令都决定着几十万上百万人的生死 看着几十个作战参谋 在巨大的沙盘前来回走动 一道道指令和信息 被分门别类的汇报到我和爷爷手上 那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至于还在苦苦等待我的两位公主嘛 哎 公主是谁来的 第十七天 经过半个多月的紧急调动 由白虎军团紧急集结的五十万部队 朱雀军团一部二十万和王家禁卫军五十万人 组成了这支总计一把二十万大军 在白虎军团驻地 白虎城集结完毕 刚刚抵达的部队连屁股都没做热闹 就迅速投入到了对瓦那的远征当中 本次进攻的目的是牵制瓦那七公主对卡西亚的进攻 务必把他从兴若宝一线调回来 大汉国大军的总指挥是白虎军团军团长 李克坤克里斯 副总指挥朱雀军团指挥是我的堂哥龙青云 另一个副总指挥就是王家禁卫军的副统领石元二郎 爷爷 石元二郎和我堂哥可是死对头啊 他们在一起没问题吧 我担忧的对爷爷说道 应该没什么吧 反正也不过是试探性的进攻 我们这次的目的也不是打仗 而是练兵 多年没有大战的军队 不感受一下战争的紧张气氛 是不行的 爷爷笑道 可是我总觉得不妥 我苦笑道 据我和女人相处的经验来看 他们可都是非常小心眼的 什么意思 爷爷奇怪的问 我们这次进攻可算是把七公主给算计苦了 我好笑道 一连串 眼看就要到手的巨大荣誉 却都突然长翅膀 飞到他那个白痴一样的二哥头上去了 他心里貌似不会太平衡吧 还平衡 哈哈 爷爷笑道 他和尼古拉斯为了这一天整整筹划了多少年 付出了多少努力 眼看开花结果了 却叫一个屁事没干的白痴拿到 要是不气死 也算他多良大呀 哈哈 我笑了笑 然后突然严肃道 正因为如此 他肯定不可能就这么放大汉的远征军从容的撤回来 我们一心想撤 他还能拦得住 爷爷不信的说道 问题是您不在呀 我郁闷道 您看我那个堂兄 年纪轻轻就当上副总指挥了 嚣张的了不得 他临走的时候还问我 要不要把七公主抓回来给我做小 什么 爷爷骂道 就他那个德行 还想活捉人家七公主 哼 不过良他也不敢造反 他要是敢不听命令 回来我就宰了他 那十元二郎呢 我骂道 那狗屎被我教训多少次了 可是我听说 他曾经向布侠训话说 一定要叫龙家人知道 十元家的人决斗输给龙家 可是打仗的本事 一定能比龙家强上百倍 嗯 好在总指挥是白虎军团的军团长克里 他对七公主的本事是了解的 我想 他应该能把部队带好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谢谢您的观众 谢谢您的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